听不到声音 现在听到声音 OK 好 这是很不专业的讲座 各位多多包涵 好不容易熬到第三个礼拜 我发现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难熬 第一个礼拜 现在我想起来 我第一个礼拜其实 还蛮 还算蛮 蛮 蛮舒服的 只是当时还是觉得很累 第二个礼拜 算是做得对 完整再架构 我讲这样的意思是 这一次第三个礼拜这一堂 是 架构没有办法上上一次 那么清楚的告诉你们 但是 最累 我脑已经 空空了 所以 等一下 讲不出一些 很棒的事情 请多包涵 有人这样子跟你们讲课 是这样讲的吗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第三个课题 就是 建筑与构组 但是 就算我上一次第一次的时候 就算我第一次的时候 跟各位讲建筑与自然的时候 请不要把你熟悉的自然放在脑里面去做想像 因为那不是王大的想像 然后现在今天讲的这一个建筑与构组 也是一样 这个构组的部分 我并没有准备给各位讲很精确的结构计算的演绎的状态 我讲了一件事情 其实王大长的事情一直都是感觉的事情 那就是构组部分里面的可能产生的事情 所以你会看到下面的那一个 下面的那个 我这样故意弄成这样的颜色 其实这样你们 你们应该在电脑上看得很清楚 那就是空间跟形式的关系 所以我要谈的构组 其实不是去谈怎么计算混云土结构的强度 或者是刚构本身的那一些厚度硬度 那一种东西 我要讲的事情是构造形成的状态 所产生的空间 跟它的形式的问题 这个其实也是建筑里面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 那所有的事情还是会从最原始的时代开始讲起 我们今天的构组的产生的时期 是已经离开山洞了 山洞不需要人来构组 山洞自然有它的结构 我相信原始的人 居到山 租到山洞的时候 他们根本不知道山洞是如何形成 石头如何去 物上卡来卡去 然后形成一个稳定的空间 他们不需要知道那个事情 他们很可能的第一的观察的心得 是里面的空 他们还不知道叫尖 因为他知道那个空 可以让他们包容走进去 然后那个空里面有很复杂的形状 然后那个形状 他们也只知道是一个很复杂的 很头角增容的形状 然后是什么意义 对他们来讲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他们只需要那个空 所以在那种状态里面 空间应该是人 他这个人类体认到建筑的最早的一个元素 叫做空间 所以我们会看到像 像两次我们都会花一些时间 跟你再重新再提醒 就是所以他们会在那个山洞里面 开始做描绘 是不是有敲到一些石头 让它变得更平坦一点 可以让他们躺在那一边 握在那一边 或坐在那一边 可能也会有发生这些事情喔 对不对 那在那种状态的话 那也可能那个时代 有些很孤僻的原始人 他们会走到根里面去 然后他们感受那个山洞 他好像后面没有人了 他靠着山壁 然后他看着前方 然后前方有人来 他可以闪 或是他可以躲 让别人不知道他在存在 然后当他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 也就是意识到 他们可以感受到空间会有一种 我们今天的措置叫做分化 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行为里面 这些分化的非常严重 那就是我们上厕所 我们还要干的湿的分离 然后我们自己一家人 就在房间 我记得我以前在越南小时候 我们我父亲从那个老家搬出来 不肯拿家里的财产 我们就租人家一个房间 一家四口 然后就住在一个房间 一个房子 房间里面 那是我们的客厅 那是我们的餐厅 也是我们那个我父母亲跟我妹妹睡觉的地方 然后一个桶间就这样子 我们这种叫做没有分化 当然厕所有分化 厨房有分化 就是厨房会分出去 厕所会分出去 那就是人类感受到空间 大概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构竹发生在什么时候 构竹就发生他们离开了山洞 他们重新再现山洞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人知道这种行为 可以叫做构竹 但是他们可能 他们就是出自于自己的那个本能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前两个课程里面 都跟各位说过的 我对人类的最崇拜的地方 那就是他们从他们的记忆里面去吸取一些经验 然后再把他的经验投射在 他们身上周遭的物件 然后他们试图把这些物件 作为树木的 作为树干的 作为石头的 作为泥巴的 这一些材料 如果你相信有上帝 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之前 应该没有给他们任何使命说 他那个树木长出来的时候 就是为了要准备给人提供盖房子的材料 树应该不是为了这件事情产生的 就很像我们今天吃的所有东西 包括那只牛 那只牛不是生了 在过去原始时代 是为了要让我们喂饱了 今天被人养的那些牛是 过去在山林走的牛不是 是我们那些人类 然后自己想到这个事情 然后基本上可能肚子饿了 然后在这个建筑的行为上 不是肚子饿 而是开始感受到刚刚今天那样 外面下那么大的雨 那开始怀念在山洞里面的 没有能够躲雨的状态 所以他们开始去把那些树木找来 石头找来 不晓得谁开始 他们就开始把它搭出一个空间出来 就是空是他们眼睛看到的山洞 然后现在在这个自然的环境里面 没有这个事情 他们就把那些树木替代的石头 把那一些冰块 那个冰的冰块 代替的石头 让它形成一个山洞 这样的一个行为 也许就叫做构筑 所以建筑其实很重要的原因 对人类来讲 就是不是对地球来讲 对地球来讲 人类的居住的环境是从山洞开始 因为山洞是地球的一部分 地球提供了 就是或者是觉得人借用了他的这一个山洞 但是对人来讲的话 建筑是人创造的一个物件 然后这个创造的过程 创造的状态 就是把一些没有这种功能的材料 形成这种功能的角色 所以他们开始发明 所以他们开始用想象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 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 做建筑不要想太多 那个人是反建筑 你懂我意思啊 因为建筑 刚刚我说法 如果你认为他是有理 那你就知道 他建筑从头开始就是创造的行为 他根本没有一个先天的 即使山洞只是他模仿的对象 也不是他效法的对象 因为山洞没有构筑行为 对他来讲 只有那个构筑行为是无中生有的 就像我们今天很多的朋友 在念建筑戏的时候 他们做的工作 其实他做过一次都要知道 他应该要有通灵的能力才幸福 如果没有 他还是离开这个课程比较好 因为他要面对一张白纸 然后平面膩 会把他在那边出现一些线条 构成一个空间 当他变成二向度的平面 他还是想像他变成三向度的立面 这些事情就从来都没有在他身边出现过 然后就在他的脑里 落在他的子里 然后变成模型 然后以后真的变成一栋房子 这是超能力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这个事情里面 就是建筑本身就是一种创作行为 没有想像力 很难 然后但是 接下来的时候 当你会构筑了以后 你看 重新看这一张 你会发现 每个地区的人 其实这一个 这个只是举个例 这代表着每一个人 都可能是不一样 就是 一种米 吃百样人 所以同样是构筑了一个 内山洞的空间 这一个 这一个 欧洲的塞尔特人 然后跟今天的印第安人一样 类似 还是用那个树枝 然后过去古代的中国人 也是一样 也是用刀草 但是他们用弯曲的树枝 用刀草 然后搭出了一个洞 但是到最后 他们的搭法 木头跟木头的关系 然后搭出来的形状的关系 都不太一样 那更不要讲 那一个在中亚地区的 中东地区的人 他 我们叫他中东 那个是 我们认为我们是东方吧 西方人叫我们叫远东 所以对东方 对欧洲人来讲 他们叫东方 那就是他们已经开始 要懂得用泥土 然后来自我仿石头 然后石头 但是他们的石头 比他们的 他们照样比石头 还更好用 因为石头是大自然生产的 所以是每一棵都会 凹凹凸凸不平的 显然他们用石头 来堆叠房子 然后已经吃 吃那个石头的不归指的 那个苦头 已经吃太多了 所以当他们发现 他们有机会 重塑一个类石头的时候 他们就干脆 所以就不要拿泥巴来 搓搓搓搓 变个碗子 然后就放在那边 像石头的那种 一颗一颗的叠起来 他们就聪明了 他们就开始 变成一个方的木模 然后就变成了方形 就开始远离了 好像是仿石头 但是远离了石头 这是发明 对 所以这些发明一搭起来的时候 他的建筑的形态 他的空间 他的山洞 又不一样了 所以 其实 你会发现 如果要这样子看 我们今天谈的这个构筑的行为 你应该到这里 你大概可以想见 我怎么看的这个课题 就是 所有的构筑 其实 最终的目的 是会形成一个空间 然后 但是这个空间 他当然会基于我们的需求 我们的需求 当然这一些人 你再从这个时代看 这个是人 这个东方也 中国的也是人 然后北欧的那些也 北欧的北海少英雄的爸爸也是 也是人 但是每一个人对生活都有个共同的 还有一个差异的 然后也就是在这种状态里面 他会开始还有不同的变化 当然 当社会文化 或是发展的更复杂的时候 譬如说 建筑的材料有更多 生活的需求 生活的想象的复杂度更强化 那在那种情况里面 建筑显然跟他要 建筑如果是人生活的一个欲求的话 一个欲望的话 那个欲望反映他的身体 物质的需求跟他的精神上的需求 那在那种状态里面 构筑很明显的就是要帮忙完成 这件事情的状态 所以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就是我今天真正要谈的内容 也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看这个建筑的时候 当然我今天还是有两个部分的段落 第一个部分还是从建筑史的早度里面去说明 第二个部分 我就跳到一些比较有趣的案子里面 去跟各位分享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因为 建筑史还是有一个好有趣的事情 因为如果你上 记得我们上一个单元跟各位讲的 就是历史本身就是一个记录 它也是反映我们目前的当下 所以在那种状态里面 我们的生活里面一直往前走 但是往前走的过程呢 会带着过去的经验走 所以我们今天的全新 其实某种程度 都有一部分是旧 所以我常常在各位有些朋友 我在听我在讲解建筑的时候会说过 当我们看到每一个时代的重要的建筑的发展 或者是某一个重要的建筑师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会在那一种不同的时期 挑到这新的时期的那一种转捩性的人物的身上 或他的那一种原创性的作品上 会看到说他一半传统一半现代的综合 因为人总是从过去过来 所以他会带着沾染着过去的尘埃 然后越走离开那个过去越远 他的过去的尘埃就越少 但是他永远都会带着他今天之前那一天的尘埃 所以人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一直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关联性在 所以构筑跟空间 从一个厚色的角度来看 他永远都没有一种绝对原创性的可能在上面 当然我们今天很可能是从现代建筑的时候 会看到一点点这一种可能性 那是因为那一个传统 就很像我们上个两个礼拜都在讲到中国的传统 那种过去的传统他一直都不走 所以他没有一路走 一路带来的不同的近期远期的尘埃 已经越来越少 然后带来的是近期的尘埃 然后近期跟远期 然后隔得远的时候围头对看 那就会发现好像是完全没关系的两个人 但是我们过去的传统是一直都不走 所以我们在那个状态里面 你可以想像一种状况 一个人停在这里 然后就停在这个古代 然后从幼儿一直到年老 然后都在那个位置上 然后就死掉 这样 就是那种状态里面 他一直都是变这样 但是如果你父亲 或者是你有亲人是90岁的话 你翻开他过去的照片看 他的衣着 他的表情 跟他的那个照片 牵扯到周遭的环境 那就是像我前面讲的 他的那个过去的尘埃 就是一路跟着跟着跟着 但是很久以前的尘埃 他就不存在了 越来越接近你现在这个状态 这个是 这个也许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真实吧 我想我们要谈的是这样的情况 那但是呢 有一个 在如果我们翻 就像我刚刚讲 我们先回头去看历史 然后我们以今天 当然 世界分成东西方 两个地区 这个观点也许不是我们今天才开始 就是像唐朝 或者是我们看到那个 米开朗基罗来东方 其实那一个时代 他们的脑里面都存在着 所谓的东方跟西方的差异 这个差异 怎么产生 不是我的工作 但是我们可以回头 初步见到一下 你会发现 即使大家都知道 尤其 尤其是刚刚看到的 那个撒尔特人的这样的一种 用树枝跟刀草搭建的半地穴式的居住的空间 其实跟那个中国现在在山西斑波平找到的 是类似的 很接近的 但是 但是历史在继续在走的时候 那个西方慢慢的就继承了 从这个日赛砖 然后石头的那样的路子 慢慢就发展出一套 以砖石为主的建筑的状态发展 这个以砖石为主的建筑形态 所以我们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们慢慢大家看下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西方的建筑就越来越硬 越来越硬 也许他们的民间 还是有人在用木头在盖房子 但是在某种程度 他们的建筑里面的经验 还是形成一种生活 就是说人居住在一起的时候 有时候有些习惯 是感情的感觉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很从厚色的角度 围去看他们 用理性去问他们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回答的 就是所以西方 其实有些房子是用木头来构筑 但是他们很可能的建筑 是用横的木料堆叠起来 变成了一个那种感染形态的模式 就像你看那个西部片里面的 他们在那个山区里面 自己搭建的房子一样 然后他们搭建的方式 就不会像东方的建筑那样 就是透过这一些株干 然后中间这个填空 我们就慢慢的用比较省材料的方式来填 那个省材料的方式 可能就是木门 木门窗 然后门窗的过程里面 好像我们对玻璃也不太会被 其实东方是不会做玻璃还是不爱做玻璃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的窗口都用纸来连 那也许 比如说 那 其实我们的工应该不至于这样子吧 那如果是这样 这个回答是正确的话 那这个用纸来连 就可能就是一个情绪的问题 或者是情感的问题 或者是偷懒的问题 因为我们祖宗是这样的 我就要这样 那我为什么要违背我的祖宗呢 这样是大逆不道的 因为我祖宗应该是 他这样做的话 应该是按照过去传统思维的模式 我们会认为 他这种方式一定有个神起的开端 然后这个神起的开端 那个神教了他这样做 所以一定有神的道理 我没有必要去背叛神 所以我只要跟着他 应循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 这种就是情感的问题 情绪的问题 而不是理智的问题 或是科学的问题 所以在那种情况中 他低趋性的发展 低趋性的情绪 他们就开始产生不同的建筑产生 那现在就问了说 那西方一定要变成这样吗 东方一定变成这样吗 我也没办法回答 我只能可以告诉你说 如果这个城 引发这样的方式 建筑的某一 那一群人 那群人不是只有在一个时代 在一个城市 而是在那个城市里面 扩充了一群人 然后他们延续到不同时代 加上他们过去的政府的征战 他们会扩充到他们周边的国家 然后把这个经验变成一个共享 然后他们会形成这样 那如果那一群人他们全部很早就移到东方来的话 那会不会东方的建筑不是这样有可能吧 对不对 但是我们后社的只能这样猜 但他基本上就已经在情感上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情绪上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这个情绪透过一个封建社会的关系 他甚至变成一种恐吓的状态 你就是必须要这样子做上去 否则你就当作离经叛道 这是过去社会产生的 我想这些建筑的形式 还一定内在带有的这一些因子在上面 那中国的建筑透过那一个很简陋的木构架 加上茅草 然后慢慢的开始变成瓦片 变成精致的很讲究的木构架 但是他们主在听说在唐代以前 那个中国我们今天以唐代 就是这个中国的那个社会里面 他们其实不是不会做砖 但是他们几乎很少做砖 然后所以他们就大部分都是木头 也一直是木头的话 那就他们的窗口门窗 就大概还是用木头继续做下来 就像我刚刚讲的 所以我们上一次看到梁思成在做这个 建筑和尚的纪念堂的时候 很明显的这些都是过去的门窗的 那个木构枣的形态 所以那个门窗本身我刚刚也说了 我们一直都用纸 而不是用玻璃来做那个透空 那也许纸可以让空气转进来 那些缝隙可以用空气转进来 所以它能够形成适度的那个通气的状况 那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可能 那个东方人他可能习惯了这一种凉爽 所以大家也就不想再变了 就像我前面讲 所以它就变成这样 但是你会跟我问说 那你看今天尤其上我们台湾 这就是林安泰 不是这些新竹的 或者你看今天的林安泰古厝也是一样 那其实台湾的清代很多的上和院 他其实说什么木构造 其实都是砖石座墙 只有内部的支撑着屋顶 屋架是木头 然后支撑木架的结构是木材 其实大部分的分割墙可能都是砖造 那不是中国建筑吗 那他们的说法是 砖的运用大概是唐朝的时候 开始从他们怀疑 就是他们因为唐朝那个时期 开始接触印度教 而印度教早期盖的那个寺庙 主要是盖佛塔 所以那个佛塔 今天我们到印度去 或者是到那个东南亚去 你就还可以看得到 那个时候早期的佛教的建筑 他们都是盖佛塔 佛塔都是用砖石构造的 而不是中国人的 你今天看到的中国人的寺庙 都是中国人把印度教的建筑 把它本地化 本土化 然后中国人很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们用一个居住的 合院的规模 然后将所有建筑各种行为 都把它包容了 它变大一点就变成太和殿了 然后它变大一点它变成寺庙了 然后同样的格局 然后等到印度来了以后呢 印度明明没有合院 印度佛寺没有合院 都是单独的独栋建筑 然后很多单独的塔 但是我们还是把它 拉在一个合院的系统里面去 然后把塔去掉了 我们今天能够看得到 一个独立的高塔 而且不是清代以后的 墓构的 那个中国是墓构的塔 那个是 就是那个大雁塔 在西安的大雁塔 大雁塔就是用钻构的 它虽然形式不完全是印度佛塔 但是它整个塔身的建筑方式 还是跟那个 那个 那个印度是类似的 所以它的那个塔身底层非常厚 因为它要把有堆堆堆的上去 它里面大概也没什么东西 因为它也是跟那个 印度的佛塔一样 那个佛塔也是不一定要有 佛像放在上面 它可能是空的 所以那个是 在那个 这些其实都已经 从那个角度来看 我们后期的 一堂以后的 然后其实到了清 明清 那已经用钻来做墙了很多了 但是问题是 我们的技术还是很薄弱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 罗马刚刚你看到的万神殿那样 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砖塔 然后那个房子本身的开口 还用很壮观的拱来形成 那所以中国呢 那房子里面的开口即使用钻还是很小 因为我们拱技术不高明 在早期的时候 所以这个 但是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要这样讲 这样比较 并不是在比输赢 我们要比较的事情是比思路 就是思考的方向 那但是 变成这样 刚刚我们也说过了 它有什么好处 其实的好处就是 就是传统的中国建筑 其实它今天的采光 它采光比我们今天的建筑还要薄弱一点 但是相对于欧洲的城堡 欧洲的明载 过去的传统的明载 它的光线显然是明朗很多 因为理论上 它这一面几乎所有 就像你还记得上个礼拜 我们看王大宏的那一个复刻板 就是在他设立美术馆 复刻板的那一个房子 那个字彩 那个全面的窗口 长条的开窗 然后它是用了玻璃 但是你可以想见 古代的人士用雕花的空窗 然后在上面贴把纸 然后那个纸光线都可以照射进来 可以反射进来 所以它们都相对比西方的 要显得明亮 这是它的优点 当然这样的方式 也暗示着它们的空间的隔间 它们在内部的隔间 其实是很柔软的 你可以顺着它的那个背间 柱间 让墙可以自由的移动 因为这样的建筑 传统的墓构式的建筑 它的结构是放在那个柱子上 而不是放在墙上面 墙不承重 所以墙可以自由隔间隔动 所以它的空间平面是松软的 然后我只是用今天现代主义的话来讲 那叫做流动的 流动的 为流动的 可以随时改变隔间的 话是这样讲 不过我们很少看到中国人古典的房子 三不五十会把隔间改掉 这个是有潜意 它们都没有在用 为什么没有在用 因为它们有一个传统的思考 在脑里面 就像我们讲的 它们太尊敬古人了 所以它们觉得古人迁离出来的那一种 那一种形制 那就简直就是真理了 所以既然是真理 那就不用再动了 即使它可以动 你同意上 这个就是我们在中国建筑里面的一个很有趣的状况 它就反映了 就是它的构筑 它有这样的空间的形塑的能力 但是它的空间的使用者 却有着某种价值观 来压制着这一种潜力的发挥 所以你看到建筑 我谈了构筑跟空间 其实在我来看 有趣的是在这一个地方 真正能够把东方的木构建筑 里面空间的弹性 能够发挥到淋漓精致的 就是日本的传统的房子 然后其实到了今天 日本人都还是延续着这样的概念 如果各位关心奥运 也许在奥运开幕之前 你会看到一些话续的新闻 比如说有些欧洲的运动员 他们住进去选手村 然后他们觉得选手村的房间太小 然后他们觉得他们的卫生设施 这个不够 然后更好笑的事情是说 里面的床竟然是用纸板做的床 然后那些床 他们都怀疑他可以被压扁 他们有些人真的把他压扁了 有些人压他不扁 但他们忘记了 那个止床可能就是受到板帽的直筒的影响 然后就发展出来的 你看过 吴云曾经卖过这种直筒构的那一种 所谓的家具组合元素 那当然这个是现代的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自己猜 我没有看到任何资料说这个事情 因为所有的选手村到最后都会变成了 是社会住宅 所以如果你想想看 日本人住社会住宅 他会像我们台湾的社会住宅那样 会被要求三房两厅 然后房要有房间 房间要放床 一张真床 双人床 单人床 你懂得像 我们都会谈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会发现日本人可能不是这样谈的 他们要 他们的空间的弹性很大 所以那一些止床 欧洲人走了以后 他们转换给他们的日本人呢 那个止床可能就会丢掉了 因为他们就坐在地上 我最近有一部日剧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韓剧 叫做乌鸦判官就是法官 我看到那个女主角 她就住在那个宿舍 她有一天晚上 她有一件事情困扰着她 那个镜头就拍她在房间睡觉 然后睡睡睡想不妥 然后就跑出来 跑到楼上楼下去 找她的那个同事在争论 我注意到的是她坐一个宿舍 她的房间里面明明白的就是一个客厅 但是她睡在哪里 她晚上睡了就在那个客厅里面 铺着那个垫子上 我们住入室的那个核室的旅馆一样 然后就铺那糖丹 她就睡在那一边 所以显然她得到的空间里面 只有一个房间 厕所跟那个简单的厨房吧 说不定 然后她的睡觉就在客厅 客厅铺个电背就是了 然后早上收起来她就变客厅了 日本人还有这样的弹性在 所以那一些外国人 他们这样的笑他们的床 其实他们不知道 那个床以后是不要的 那你看到这些照片里面 所有的推大门一打开 它的肌肤空间就一直无间的延伸下去 然后我曾经在龙山 龙安寺 我们去龙安 龙安寺都是坐在 都在坐在那一个大房子的 那个盐 那个什么 盐廊 然后看着那个石子 但是我看到的是 那个大房子的内部空间 其实当它把那个内部隔禁都打开的时候 它变成一个非常比这个 这个礁石还要庞大的一个会堂 大概有三个合起来 如果是四个就不大吧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它是可以变成一个大广间 大空间 然后你可以变成个别的小空间 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一些空间的 打开的流动性 先不谈它的 其实它的机能也在分化 不清楚 所以它的机能是重叠的 所以它可能是科斯 可能是那个卧房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一些空间里面 它们有着很大的弹性 跟混合在一起的状况 这个这样的弹性 应该就是来自于木构造 所以它有这样的空间的流动性在上面 那空间的流动性在日本里的案子 我们这个也是上一次看过的 单下电商的自载 所以你从刚刚的方式 你重新围看这个平面 你就会看到说 其实单下这个自载的二楼 它蛮不日本的 因为这一些设备 就是固定的衣橱 这个厨房的厕所的设备 这个楼梯 然后还有这个客厅的柜架 它们都让这个空间 变成的是一种分化的状态 虽然它从这里一路下去 这一面 这个L、L、D、L 这一些其实等同都是绘画空间 但是 当然这个是蛮 这个有点日本的味道在上面 但是它平面里面 已经重叠了一个受到mix影响 我那时候说 受到mix影响的 这个 我就放到下面了 就是受到mix的 这一个住宅的影响的 这个call号 对那个call 然后再形成一个call在这里 那我顺便把 王大宏也在曾经做过一个 在阳明山上 日本大使馆的官邸 现在被改的走样 房子还在 但是不要去看了 看了会更像青 那就是 它这个平面 其实也是一个call号 然后 所有这一些 都是 都是一些活动的 那个 那个 那个空间 但是 其实 你这样看的话 我要跟各位讲 这个房子 这个 单下的这个房子 虽然外观里面 还是一种日本 但是 这个日本上次已经讲 它底层放楼梯间 然后让它跑上去 那个已经跟 沙福瓦别墅 那个意向 重叠在一起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平面 它上面的这种 固定的call 跟那个流动的空间 它也变成日本的流动性 跟那个西方的那一种机能分化性 也就是说 那个 那个 建筑就是为了居住 来完成的状态 把那个居住的功能 放到最大的时候 它会变成一种硬块 那就是那个自由 那个流动 跟那个硬块 的一种综合 所以这个房子已经是 不忠不息 是当下的 然后当下是什么样呢 就像我们上次讲的 当下是一个当下的人 所以它身上带着它的 日本的传统的尘埃 然后它也接收 当下西方的灰尘 然后就变成一个 这样一个独特的住宅 所以 尤其 它的 对我来讲 它真正的价值应该是这样吧 当然你看这个楼下这个楼梯 这一些垂直线条 水平线条 跟斜线条 各种线条的视觉构成 那也是蛮现代 但是也蛮日本 你懂得懂 然后 这个很说明的 真正要说明的事情就是 当下本身 除了作为一个日本人 一个当代的人 我们都是啊 但是它还有具备 它个人独特的审美 所以建筑人人未念 但是线条一挖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美跟不美的 那个视觉品质就会出现 但我们现在同意 就是在启蒙运动以后 我们都同意一个事情 你没有先天的优势 但是你还可以后天的练习 我不知道它是前天的呢 还是后天的 但是它真的一出手 从这个平面构图里面的 蒙德里安的构成效果 跟这个立面里面的 立体线条的构成 都很厉害 这是它的特质 那这个案子里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看到的这一些 这个房子 各位也许可以把这个画面留下来 如果你有兴趣 你说它这个楼梯是很厉害的 这个楼梯从中间进来 然后中间进来出来以后 理论上在过去日本的房子是出来 如果你要到了一个楼层 通常都是从阎廊进房间 现在呢 它一进来的时候呢 它把那个阎廊变房间 所以这个房间本身 这个房间在这里 其实它某种程度等同是阎廊 因为人会从这个地方一路走到 如果主人允许的话 这是客厅 这是取机师 然后这个呢 是卧房的客厅 所以卧房的取机师 所以这个是工 然后慢慢的到餐厅来的时候就试 然后密度就越来越高 然后在后面这里呢 其实它有门 它也推到还是有 但是 它们还是可以变成是一个回廊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阎廊 然后这一个其实也算是一个阎廊 所以它的客厅的西方的名称 跟他们的那个开放的阎廊 其实是混杂在一起 后来密度有做过一个住宅 也是把那个楼梯放在中央 然后每一个房间二楼的每一个卧房 它们都是靠外侧阎廊来通达 所以它的楼梯上来的时候 它要去这个房间 它会从这个阎廊里面去看这个房间 所以这个人的私密性 会因为它朝上这一边背对的这个 它好像有一个稳定性 然后如果它愿意的话 它把它关闭起来 那你就不能通过它就连成一铁 然后但是你走过来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跟它发生关系 所以这个是非常日本的 充满了空间的流通 跟那一种融合的弹性在上面 所以这个当下 当下在蛮年轻的时候 就能够掌握到这个 这是蛮厉害的 这个是我就用来比较 以那个MISS的那个法国住宅 来看待他们这些人 上一次谈到这个房间的MISS 我说它的房子里面 是用一种矩阵的观念 里面去诠释这个世界 那这个那时候没有跟各位提到 矩阵的方式是在这八根柱子 因为你知道我们今天西方 透过迪格尔的矩阵 矩阵就是XYZ轴构成的一个基本框架 然后这个基本框架 如果他们每一个XY轴 YZ轴 各自有一个单位分配的话 那他们就是各种单位的分配 就会把这个上面的空间 形成一种网络 一个方框架 就是那个网络里面的交位点 那就是这个空间的位置 这个我们叫做指标 我们以前在国中的时候 被这一套东西搞得快死掉 在数学上 就是它会有一个矩阵 那今天我们的那个Google Map 或者是我们在地球语里面去解读 每一个地方或者是天空的位置的话 我们都是用类似这一种分割成方块 然后组织成来那个密集组合的格子的系统 里面去确定我们每一个人所处在位置的 的那一个定位点 就是那个交际交点 所以密集在这房子里面 它通常都会打上这样的方格子 不论在真实的材料跟平面图都有 它称这个叫模具 它大概就是30吧 模具就是人的身体的一个基本状况 你今天到IKEA去 你会看到它所有的家具 几乎都是在3的倍数 就是60、90、2米1 这样的一个3的倍数 然后那个就是他们那一时候 谈论出来的 就是人尺寸里面的一个基本的那个数字 然后想 所以你可以想见 它这一块基地虽然是二相度的平面 打了一个格子 但是其实它要告诉你的事情的话 就是它还有一个3D的格子在上面 所以整个的空间看来流通 其实它是一个笼子 然后那个笼子 就确认着每一个位置被定位出来 你去打那个电动 然后我们看人家那种飞机的战争片 然后说那个飞火箭已经把对方锁定 那个锁定就是那个我们已经抓到他的位置 然后它的位置在移动 我们都能够在底格尔的框架的体系 找到它的点 然后我们只要对着它 按着它的轨迹 然后我们就跟踪了它 你就会打得到它了 所以它的垂直元素它只做了四根 然后但是其实暗含的意思就是 这个玻璃盒子里面就是把那个 底格尔把那个看起来自由自在 无法掌控的空间 然后变成可度量的空间 然后那个可度量的空间 跟我们的人的身体内在的那一个框架 那个XY的单位数是契合的 所以这叫人体工学的模具 然后但是如果它这个契合 想要谈论这个水平线的那个视觉比例对不对 那它可能还会谈到那个材料 这个垮距这么大的时候 它必须要有多厚 所以它也有一个所谓的 这一个材料本身的魔术在上面 那就是会有整个空间里面 那是从底格尔想象中的一个很虚无假设性的线条 然后开始变成物质性的线条 然后这些物质性反映我们的构材 构筑的物质性 然后同时也暗示着在我们人身体内 潜藏着的无形的隐形的模具的那个尺度性 所以它就是等同一个理性主义的状态 从底格尔的理性主义开始演绎到 建筑里面的内在万物 所以我们那时候才会跟各位谈蜜岛 等下还是会谈到 那我先跳过去 这次往那种这个早期的房子 它跟那个当下的那个住宅有点像 它也是利用住列 然后把底层悬空做停车场 然后做服务空间 然后呢周遭还是会流通到户外 就像萨福瓦别墅一样 然后有个楼梯上来 这个楼梯上来了以后 这个是个玄关 然后在进去客厅主的时候呢 他们会绕着这个厨房 这个厨房就是这一个厨房 就是这个厨房 跟那个厨房 然后绕着这个核心 前面是对外 然后绕后面是对内厨房的 用人是从那边走过去 然后再过来绕着四圈 就很像这里绕着周遭 它就是一些开放空间 从打麻将客厅会客 然后到用餐 那进去那个住宅区的时候呢 它就是变成前后厢房 还跟中国传统的那个前后厢房吗 然后进来了以后 也是一个括号 然后围绕着这个喜桌的卫生的空间 然后绕一圈 然后这些就是古代的传统的廊 就是会形成这样的一种 一种中国的空间经验 空间想像 然后跟西方等的一种那个框架系统 会形成一个关联 这个 现在你大概 我就是给你回想一下这个事情 那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 东方的柔软系统里面 真正做到淋漓精致 而且超越过中国传统建筑的那一种 合院的僵化石的布局 那日本 日本相对比起来 我觉得 以传统的木构建筑来看 以今天后设的早度 就是你必须要注意我这一个前提 以今天的后设的早度来去看的话 我觉得 那个日本的空间里面的柔软弹性 比中国建筑更强 因为中国建筑一下子就被儒家的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礼仪廉尺啊 那种尊贵的系统啊 然后把它落在建筑上面的时候呢 建筑就僵化成三合院 然后每一个合院 合院都是透过单做建筑所构成 单做建筑本身 它的高度不够 它的内在的分化的潜力不够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非常浅薄的 或者是浅薄的一种空间的平面 然后就只能够用一个大布局来讲故事 然后它内在里面缺乏曲折的变化 或者是意想不到的自由的变化 那日本我们刚刚已经看过它 有很多的流通 那这个流通 在流通跟封闭 流通跟阅书之间 最精华的 最精彩的就是这个茶诗 茶诗 这个是倩益修做的茶诗 叫代言 在一个 我忘记了一个寺庙 在什么 那个寺庙里面 今天这个还存在 但是要参观还蛮辛苦的 就是跟去看那个桂梨公的情况是一样的 你可以去参观 它还在 那前年那时候 那个森美术馆 就做了一个一比一的 在他们的那个日本建筑的展览里面 让大家体验这个空间 这个就是真实的房子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洞口 大概是六十 乘以九十左右吧 一个小洞口 然后这一些是现代真实的太太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进去的时候 其实空间蛮蛮拘谨的 所以他在用这个千利修是刻意用物质性的拘谨 来让你坐在里面 你不要看到这个茶诗的空间是这么大 其实喝茶的人只碰到这一个地方而已 这个床 这个是床之间的床 是精神空间 所以也只能用精神去看待而已 就是这个 你不能坐在上面的 床之间不能坐的 那我们现在就乱来了 就是常常去那个温泉旅馆 就躺在上面都有的 就是这个是用来放宝物的 然后是一个精神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空在这里 然后变成你实质物质空间的一个衍生 所以他们就只有这两个榻榻米的这个空间 那这个呢 这个不是也有一个榻榻米在这里吗 就是视茶的人是从这边进来 然后从这边是做准备 然后呢 这些复杂的东西都放在这里 然后过来这里 就像这个太太做的这个地方一样 那过来这里的时候 他是在煮茶 煮茶 这里有看到煮茶的湖吗 他的身边好像会看到那个煮茶的湖 就在这里煮茶 然后他们坐在这里喝茶 那你今天看到这两位太太坐在这里的时候 觉得还蛮宽敞的啊 但是你忘记了 封城秀吉过来的时候 他不是穿这样的 封城秀吉过来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代里面的官服 或者是他们是那种 碰碰碰碰碰碰碰的那一种 所以当你要那一个家伙 穿着那个衣服 然后从这个狗洞爬进去 那个事情里面 他就已经对他来讲是有一个压力了 然后你坐到里面的时候呢 那三个人都穿着和服 然后这两个人呢 他应该是尊贵的人 他更复杂一点的和服 所以那个空间 那样子来讲 是举手投足 其实有点不舒服 那所以这个空间本身在这里 他用这样的压迫 其实如果不谈茶 茶的意思就是说 让你身体觉得受到约束 所以你心情不安 然后你不安的时候呢 唯一一个办法 那就是忘掉他 所以茶会给你 试图去忘掉他 但是如果茶跟可乐那么好喝 那么感觉那么直接 喔 那个感官性很强 你喝下去的时候 都喝完了 一口就喝完了 好了我们要干嘛 那又回到这一个复杂的人生 所以他的茶里面是 很淡的 很苦 有点苦的 所以他那个茶 你要喝下去的时候 你感受到他的变化 你要按下心来 把注意力转到喉咙 你才感受到他的变化 所以当你这样子 往过来看的时候呢 你等同就忘记了身边的事情 所以你那个时候 那个不自由 就没有那么不自由 因为你忘掉了 然后你开始放在这一个茶里面 忘掉茶 我就想到 滕生赵迅曾经在台湾的新竹 盖了一条船给人家喝茶 他造那个叫做忘茶州 为什么叫忘茶呢 其实滕生呢 他跟千一修 他有受千一修影响 但是他不能再用千一修这一套 所以他共同的方式 他跟千一修的茶屋的 共同的方式 他走的路线 就是要让你忘掉外在的环境 然后是透过你专心用茶 所以那条船是他自己乱坐的 所以放上去都第一次还沉了 听说 所以他在坐成那个船下来的时候呢 那个船会慌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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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几个三四个人坐那条小船 然后你要喝茶 如果我们都没有 我不晓得日本的古代人是多激谨 多优雅 我们就一个不小心动作一大 那只船就慌来慌去的 你就会慌 如果你记着船的摇来摇去 记着你的心慌 你就越来越慌 所以他要告诉你说 你要忘茶 就是你这样就忘掉那个茶了 你懂得知道 你就会只知道那个荒 那你应该要把它记的那个茶 所以你要专心只喝茶 管它沉了 就沾 反正那条 那个小虎也不生的沉了 只是吃了而已 那就喝 这样子的话 你才能够就是说 忘记身边的乱 感受到内部的空间 然后你那个感觉会变大 所以这个空间 这个茶是具体的反映了日本 我们前面看到的空间的那个状态 前面的那个空 日本的前面的空间的状态 那就是说 你看起来日本的房子 常常他们住室都不大 但是当他们全部打开 他们的功能同叠 你就会看到它的大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 这个某种程度就是这种交换性 以今天的错词来讲的话 那就是空间的交换性 功能的交换性 然后你可以开始感受到 那个空间本身的收放 那当然这种 它也孕育着日本的空间的变化 因为你这个不能去到 那个也不能去到 然后按照规矩你都不能去到 但你眼睛都看得到 所以当你觉得你的空间很小 其实这个空间的延展 会安慰你 又安慰你感觉到说 你还是有一个宽敞的状态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 这个我就大概都很懂了 这个是安藤成名的住籍之藏屋 就是应该是73年左右完成的 这个住籍之藏屋 从头到尾大家都知道 它对外就是这么封闭的一个场面 然后呢 有一个凹洞 但是你以为那个凹洞 是可以让你看得到里面吗 其实不是 就是这个凹洞也是一道石墙 因为它的门是从车边进去的 所以整个的房子 对外根本就是 可能连光线都不会露出来 但是如果 我也只能想象 我没进去过 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从这个门凹洞 弯转进来了以后呢 你会看到 后面这个大片玻璃 从光停下来的光线 它里面是亮的 所以你可以 你可能进去的时候 身体会受到压抑 然后但是你转进去的时候呢 那个空间会变成扩然开朗 这个感觉我在科比玉的房子里面 会体验过 下次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那一个 他在那个里昂近郊的那个修道院 当你要进去那个住的房间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走到那个走廊 在公共空间 走廊是这样子 一路从公共空间的边缘 然后走到后面的住宿区 你从那个公共空间的走廊 走过来的时候 会有窗 然后但是你走到 然后接靠近住宿区的 那个那一段的时候呢 它的墙就出来 然后变成很细的低窗 那个窗不是给你看出去的 它只是帮忙你有一线光线 然后那个走廊的空间感就变成 收起来 按起来 好像隐移着公共跟私密之间的差距 然后但是当你在那样的一个 被压抑的空间感 虽然不是按到伸手不见五指 然后当你走到你的房门 然后你把房门打开的时候 房间也是很小的 大概就是一张床 床如果是有60公分 那那个走到也差不多60公分左右 那就是那样的一个 1米2 1米5不到的空间 那很窄的 但是你房门一打开 你的末端房的后面 就是一片一个阳台 所以外面的光线会跑进来 所以你的空间感是 在公共的地方是开的 进到那个走廊的时候是收的 然后门打开的时候呢 那个空间感又变开了 所以不管它的物质空间 是有多狭窄 但是那个心里的空间 它是有层次的起伏 有变化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 其实安藤对我来讲 安藤这个就是 把那个茶屋里面 的人的身体的时候压抑 然后在喉咙里面去寻找到一个宽敞 那种感觉转移成它的建筑体 里面的一种封闭压抑 然后但是你一进去里面呢 他们这些人好像是自己住在一个宇宙里面 然后他的楼上的卧室 他这个小孩的卧室 然后餐厅跟客厅 他们彼此透过视觉透过声音 制成一个天地 那这个空间会不会很窄 其实五米宽的一个客厅 也不算是太窄 但是它还可以衍生到后面来 因为在后面用餐聊天 都不会被那个隔壁 因为它有高墙 不会被隔壁的人看见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房 这个巷子 旧照的环境都变了 但是我喜欢旧的这张照片 然后这个客人 这个主人用了四十年以后 这个中庭只有这两张椅子 跟一盆花 就是这样子一个空 如果是我们台湾人就不行了 你懂我意思吗 我们不搞一棵大树 在这里不甘心 然后下面不种满草皮不甘心 所以他们在这里其实就形成一个简易的 就是说即使他有话 其实这些话对我来讲都太多了这样 就是那个形成自己的一个自我的天地 变成在现实世界里面的一个平行世界 然后这个世界是属于他们的 然后这个世界里面是透过一个空间的收 然后传达出一种自由 然后它的流动性 从这里客厅扩充到这里 然后甚至扩充到客厅 餐厅 然后他们这一些在这里的活动 聚会聊天 楼上的人也可以直接去参与 这样的一种流动可收可放的弹性 虽然不是直接像那个 刚刚看到的日本的推拉门那样子 用推拉门的物质性里面去收拾放 那他其实他们这一种具备的交流的潜力 就是他的流动性跟开放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根本就是一个查物 其实安藤一辈子都在做查物 你可以从 如果你相信我的 你接触我这个观点 你可以回去再仔细看看 他所做的所有的那些案子 大部分都是查物的概念 那西方呢 西方透过砖石构造 所以我现在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找好不容易找到这样的例子 就是我本来找罗浮宫 罗浮宫的平面太简单 我只好找 所以我真正不是要给各位看这个 这个很壮观的 这一种 这一种 这个马蹄形的那种都市规划的空间 其实这个都市规划的空间 这条拿掉的话 这条照 这条叫仁爱录 这条叫信义录 这个叫总统府 我们总统府跟那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门在这里 我们就是按照这一种 17世纪的 巴黎的这一种都市 都市首尾的巴洛克 都市规划的方式里面建立出来的 你有注意过吗 你有这样子认真看过 从总统府 站在总统府二楼的平台 在这里去参观总统府 可以试看看 你看你有没有办法看到这两条 额 额掌 额掌路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零印道的分配 但是 我其实真的要看的是 你看 我们去凡尔赛宫 很少人看房子 好不好 我觉得 大部分的人 在这个花园里面 走半天都已经走不完了 你都会知道 这不是太大了 就是 那 我要找的是 它的平面 我要给各位看到的事情是 这些房子的墙 都是承重墙里面去做出来的 所以当它完成了以后呢 它就没有办法随意的去打通它的空间 所以它的空间 如果那个时期不是早就流通的话 它们的平面就只能一间一间的流着 如果你各位去过罗浮宫参观 它那个王宫的部分 你就会看到这种事情 就是你会看到它的空间里面 这个就是这个后来中间的这个通浪 这个叫静庭吧 就是它的阳台在这里 然后它这一边充满了镜子 把那个阳台扶植过来 变成一个非常华丽的巴洛克斯的环境 那这一个就是类似 它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吧 就是火炉在这里 然后墙跟在这里 所以它们的轰盗都是这样子 穿过来 单一的方向 有时候在某一些载地 它们可能是直接从中央穿过去 那它们就是 你可以 所以你会看到古代的电影 常常就是有一种很很尊专 庄严很庄严的态度 方式就是 走到最后的时候 门正中央打开 你懂吗? 然后打开 然后就让它们走进去 这一种打开是疑点性的 中间的 那这一种是比较生活性一点的 然后它就是 你会看到这些空间 其实是 不能够随便把它打掉的 因为 它们 那个 那个沉重 不是用柱子 用那一个木柱 来独立形成 所以它的墙存在 之所以有墙 就是因为跟空间一起产生的 不能说三位一体 但是它们是两位一体 有那个空间 就有那一个结构存在 然后那个空间 它们是 它们是共存的 所以你打掉这套墙 它不是说空间很容易 可能也可以做了 只是会很辛苦 你要同心调那个结构的支撑的状态 不平衡的状态 所以它基本上是 一个很厚很厚的 然后外墙呢 外墙就是 真的是要 释收所有的同量 所以它 你看那个平面 那个画就知道 很厚 所以现在西方 建筑在利用的时候 或者改建的时候 它们有一个很方便 相对有一个方便 我们东方建有比较难 那就是说 它们可以把整道外墙留着 这道大墙 后到可以自己独立起来 你只需要再加一些腐壁 然后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后面整个空间 都给它拆掉 然后它重做 然后它变成一个新的系统 然后但是有一个假的利面 你懂得意思啊 所以这个是 它们的 某种程度的优点 它们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封闭厚实的状态 这种封闭厚实的状态 在传统的社会 它们把它转移成那个空间的意义 因为它会形成一种庄严的 好像一种很强而有力的意象 你懂得知道 在过去 那就是它们用这种宫殿的那一种厚重的意象 很封闭然后很富力堂皇的装饰 来暗示着他们的权力 那如果是教会 那就是封闭厚实墙面里面的那种教堂 那就是暗示着那个上帝神的力量的强大 所以在那种情况里面 就是你知道罗马灭亡了以后 天主教曾经要必须要自己独立去面对 北方来的这一些东哥德人 这些野蛮人的侵袭 所以他们也要有军队 他们也要跟他们打 然后他们也要告诉他们说 我们上帝是掌控你的死亡 所以它那个时期里面的教堂 面对的这一些哥德人 他们呈现的不是慈祥的一面 而是要呈现一片非常坚强的一面 所以他们要告诉他们 他们神 你打不白我们神的 你容易说 而且我们神还可以给你一种机会 就是让你能够得到永生 所以在那种状态里面 他们有某种这种建筑的外观的后中心是必须的 但是这种状态到了17世纪工业革命起来 然后开始形成一种消费的社会 然后农民进入这个环境 开始有独立经济的可能性 可能性的意思就是说 那些农民涌入了城市 进入资本主义的系统 去工厂 如果他聪明 他会变成郭董 或者是变成马云 你懂一下 但是如果他不够聪明 他就会变成死在路边的 那一些全身长满长屑的那样的一个流浪汉 因为他可能会剥削的不行 所以反正那个时代 在工业革命以后 会有这样的变化 但是当那一些农奴进入城市 到工厂工作 然后应用他的智慧 形成了马云那样的一个状态 变成新的资本家 那这个事情里面也暗示着 那个财富 他们有些人可能会可以 跟过去的贵族比对 连教会都比不上他们 所以他们就变成新权贵 那新权贵呢 他们因为活在旧社会 他们满身还是古代的尘埃 所以虽然他用的是 现代的工业文明赚到了钱 但是那个早期的 资本主义的贵族 那个资本家 他们仍然是想要享受贵族的优点 所以他们也是从 他们也是在那种状态 他们根本不想租工厂 他们想要租的 赚到钱想要租的 就是贵族租的王宫 你懂得知道 所以在那种情况里面 那个在19世纪以后 那个古典主义本身 他已经变成一个基本上的价值观 不论是新社会的人 那个资本家 还是旧社会的贵族 他们都还是要用这样的事情 那但是呢 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 还是会长迫到这个世界 有一些事情会被改变 在1851年的时候 那个英国要想要推动他们的工业 这些产品 他们就办 这个被称为第一次 的那一个世界博览位 就是在伦敦 要盖一个展览的空间 邀请所有的厂商 然后跟不同国家的厂商 来这里做一个商品展示会 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 因为那个时期里面 这一些小型工业 那个是大型工业 或者是生产那个工厂的机场 那个那种机器的工资 他们都必须要做宣传 然后这个宣传一方面 表面上是推广他们的文明 然后但是另外一边 是在普及他们的贸易的状态 所以这个是两面的能力 然后但是当时他们想要建立一个会场 那个会场是临时的 但是那个会场非常庞大 所以在这个差不多有那个超过一千公尺左右的那个长度 很长的很大的一个展场 然后这个展场像有室内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笔图 就是说看建筑师谁能够提供一个想法 但是那个建造旗很赶 所以很多受到传统的新古典建筑 一天主教育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案子 用古典的构爪 他们盖出来的房子 是不可能在这么短期间里面去完成 然后如果是用钢 然后他们还是要求很丰富的装师才能够说服自己 这叫做建筑 那那个也是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到最后呢 这个Paston 这一个人 他不是建筑师 他只不过是那个时期的温司 工厂 温司的那个厂商 因为大航海时期以后 欧洲很多人在一些非韩代国家 带来的一些奇花议会 那些奇花议会要必须要在那一个温代的环境才能够成长 所以他们就流行 就是做一个温司 温司的意思就是用简易的钢架 然后用玻璃包起来 玻璃可以让光进来产生光合作用 但是玻璃的封闭性会造成室内的温度 会跟外面形成差异 所以如果你能够控制它的窗口的调节 那你就可以控制里面的温度 然后让它适合这些花会先人长 在成长的状态 所以在那种情形 那个温司是那个时候的社会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施 但是它不能被称为建筑 它只能够称为一个 类似这种植物的棚架 但是它用那样的方式 它提供了一种 以前那个时期没有被很清楚的 确认的一种生产状态 它把整栋房子分成好几种 不同规格的杆件 然后这些杆件都是铸铁的 然后它把这些杆件算出它的数量了以后 它把它送成不同的厂商 就是那些厂商都没有办法 有一家独立承软这么多的量 然后在这样指定的时间里面交出来 所以它就把它分批给不同的厂商 所以把那个化整为零 然后每一个人生产的模式 都按照那个模具 然后到了现场的时候 是用组装的 所以它的功能在现场只是组装 三砍玻璃 然后掏一下那个泥灰 就是最简易的方式 然后而且因为是组装 所以几乎同时就可以同时先施工 没有像以前那样子说 要盖完这个地方 要等到泥灰干掉 然后支撑的能力够 然后从在上面再盖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说否则你太早盖的时候 下面的黏合的那些水泥 都还没有交合的够 然后就被你挤压出来了 然后它的那个 那个真实的结构存在的状态 就会失败 所以它们有那样的时间去 这一个没有 所以它能够很快的做出来 当时他们一定是不把这个房子当个一位 是只当作是一个临时的空间 那很可惜这个 后来结束的时候 留了一小段 但是隔了十几年 然后一场大火 它被烧掉了 所以在伦敦你今天看不到这个水晶宫 但是那个水晶宫 它那个水晶宫留下来 就是我们今天从后射的角度回看这个空间 其实会惊觉到说 这个空间其实透过一个新的基数 因为它用铸铁 然后铸铁它算好它的垮距 它的垮距其实也不会太大的话 它这个垮距不会太大 然后它的那个上面的那个青钢架 那个深度够 它就可以支撑上面的空间 然后它变成密密麻麻的矩阵 然后但是因为它们是铸铁 所以它不需要让木头 因为它的那个密度够强 所以它不需要木柱这么大的一个断面 它可以变成一个小的断面 那更不要说石头 所以它如果是石头 那个断面更大 那这一些垮距的空隙就变得太窄 但是它们用铸铁了以后 它的结构变成细长条 然后它的空间垮距其实不是很大 够用 但是它的视觉的穿透性 就是会变成一个网络 所以它会变成密密麻麻的网络 然后空间在里面去流窜 你懂我意思吗 那这种经验是过去总没有的 你去哥德教堂 勉长算有 但是哥德教堂的柱子太大了 因为是用石头的 然后撑着上面的那一个尖拱也是石头的 所以它必须要有很大的力量要下来要撑着 所以它底层的支撑力 就是像你看一下那种叠罗汉 上面叠罗汉的人呢 其实叠的人越叠会越少 因为越叠越多的话 那底下那两个人 它所有的力量都落在那底下两个人的腿上 那个腿要承受的力量是最重的 比上面这个还要重 因为上面这一个的话 它上面这一个只承它第三层以上的人 然后第一层的人要承第三层以上加上第二层的人 所以这力量一路集中到最后去越来越大 所以它的底人会变得很重 但是在用铸铁钢以后呢 它没有这个事情 所以它会变成一个非常穿透流通的视觉感 所以那个时期里面 他们在这个空间第一次看到空间的延展性 空间的扩张性 空间合理自由分端落的可能性 这些全部就是它在那个时期里面发现了 但是那时候的人是不是真的就懂了呢 你知道我们通常都是这样说 你父母亲给你的教训 很可能等到你80岁的时候才恍然大悟 通常都这样 我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现在如果你要体验这个空间 我给你一个建议 我前几年的时候在马德里自由行 然后住在那边一段时间 然后发现在那一个 那个Prado美术馆附近的公园里面 在那个大公园里面去逛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水晶宫 它的名字真的就叫做水晶宫 Prado美术馆附近的公园里面 这样子 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水晶宫 它规模没那么大 它就是现在也是做展览的空间 过去好像也是做展览的空间 它就是用水晶宫类似的铸铁 它这个盖在1887年 比1851年晚了大概好几十年 但是显然你知道 那时候的传统的人 能够接受到这样的东西 就已经算很了不起了 所以它那个房子形式 仍然是古典的 那个文艺复兴式的对称 文艺复兴式的圆顶 但是里面其实是全空的 到今天我当时去 这些照片都是我拍的 里面雕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做艺术家做后坦的 我这句话收起来 就是很多的奇怪的东西 掉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看着 仿佛是 我猜艺术家想的是一个考古场 就有很多很古怪的那种物件 然后但是 真正的 你可以感受到 就是水晶宫所建立的那一种 你可以想像 或是我 在当时想像 他们那一些人 在古典的建筑 本来就是一种厚重封闭的状态 进入室内等同是一个山洞 但是呢 现在它处在这里的时候 跟外的光源是一样的 然后但是它又跟处在室外不同 因为这一些古典的元素 或者是建筑的元素 会告诉他这是室内 然后这个室内的状态里面 跟那个室外 它会形成一种非室内 非室外 今天我们很喜欢 我们已经习惯 跨领域的事情 但是那个时代里面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你说不出他的室内 也说不出室外 然后在这种状态 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很特殊的经验 我想你如果要体会那一个 也许你下次去马德里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看这个案子 就是类似这样的形态 但是你可以看到 水晶宫跟这个水晶宫一样 虽然他们已经出现了一个 新的空间了 但是呢 他们还在用古典的语言 那这一种空间 其实这样的一个基数 用铸铁来做成这样的一个建筑的棚架 这种基数 那个时代里面 他们是跟什么人共享 你知道吗 他们是跟土木界的祭祀共享的 土木界那个时代里面 有一个祭祀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他的名字 他叫巴黎铁塔叫什么名字 巴黎铁塔的 我每一次想到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想要讲的事情太多 就会卡住 突然临时想到这即兴的事情 就是巴黎铁塔的那一位祭祀 他是一个那个时期非常厉害的祭祀 我应该放一个他做的桥梁给各位看 因为一直到十八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都是 很多的火车 经过海边的时候跨越的桥梁 他们仍然是用红砖造的 然后用连续拱圈 你知道这种桥的意象吗 你一定想到的就会觉得好浪漫 为什么我们高铁不做这种桥呢 那那一种桥 这一种拱圈的结构 是罗马水道的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也就是说 一直到了七十八世纪的时候 跨越大的距离 那个时期的欧洲人仍然只会用罗马人的造势 短的跨距还有用木头搭木桥 大的跨距他们只能用水 那个砖来搭用拱 罗马的水稻桥 是很多的拱跌罗汉 跌到最上面最细的 那他们这个就不用跌罗汉了 他们就直接用拱做上来 拱桥的特质 古典的意义就产生在它用砖 所以它是非常物质性非常厚实性的 即使罗马人这么偷懒 他们会在表面上用石头做成拱 其实他们在暗示的 他们偷懒的意思就是 他们把这个外层的这些砖石 然后踢起来的 其实是做模板 然后里面是中空的 就是他们不像埃及跟希腊人那样 那么老实的在里面真的铺石材 然后他们是里面压石头碎石 然后把它焊石 然后外面的那些砖头 你看到的那些果 其实是一个表层 它是一个模板 然后但是它不拆模了 然后你就在上面铺 它就铺了那个地平的时候 那你就以为它是石心 它是石心的 但是它不是钻石的石心 它是灌杂土的石心 你懂的意思吗 那这一种方式 在我们学建筑的人来讲 这种语言是古典的 然后这种语言 在过去的技术上 有它的尺度的庞大 然后那一种很厚实的状态 那这仿佛可以用来比喻古代的社会 阶级社会里面的牢靠性 你懂的意思吗 所以这种物质性 也隐喻着他们的社会制度的牢靠性 但是你今天看到的那个巴黎铁塔 埃菲尔 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的那个巴黎铁塔 其实它在盖巴黎铁塔之前 它就盖了很多火车的桥梁 然后那个火车的桥梁 远看也是有用到圆拱形的结构 但是你在靠近看 你会发现那个圆拱形啊 是像今天一样 用很多的细那个脚缸 然后来焊接形成的 然后那个脚缸焊接 就变成一个立体的框架 那个框架 透过感见的力量 物上的传递 它是很细很酥的 所以里面是中空的 所以它的桥 虽然还是个拱的结构 但是那个拱的结构是中空的 你看得到它的那个 如果是罗马桥 在我的前面挡住 我就看不到后面的景象 它的那个桥是中空的 所以它的视觉是穿过去的 以今天我们谈 后来谈现代建筑 对空间理解为流通的 而不是磁挤、挺挤的 那它的桥梁就已经在 那个自然环境里面 在那个田园的环境里面 提供了一种视觉流通的感觉 你今天看巴黎铁塔就是这种流通感 不是吗? 它就是整个塔里面 它是用很多的脚缸攀切行程 然后它其实规模很大 它每一个拱 它的底座就是四个拱 撑成一个底盘 那每一个拱 其实都是中空的 你什么叫做不中空呢? 你就去看那个日本的那一个天空塔 那个天空塔丑死了 它就是一根实实的水泥棍子 你懂得知道? 它虽然是很高的技术 但是它的塔身的意象是最蠢的 它就是最封闭厚实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日本人做那个天空塔 我一点搞不懂他们在想什么 隔了那么多年 还输给巴黎铁塔 很多 你懂得知道? 巴黎铁塔呈现的是 一个在那个空中里面 它已经不够细了 理论上应该可以做得更细 比如说 那就是变成好像 像蜜斯一样 像魅导的作品一样 仿佛是把天空中的 这一个 这个德高尔想像的 抽象的 不真实存在的线条感 把它凝聚形成一个物质 你懂得知道? 它类似是做到这样的事情 我也搞不懂 那个时代的巴黎的文学家 为什么不愿意看这个塔 这个事情 从今天倒过来看 只能说 它们还在习惯着过去 也就像我常讲了 我们溜滑板的时候 如果你踏上滑板 然后你坚持你的中心 还是现在这样 那滑板一走 你就会摔倒 如果你能够知道滑板的 车子是流动 你也一早一踏上滑板 你也准备好让你的中心 随着滑板的位置 然后跟着它移动 你就跟板 人板合一 人在 板在人在 你懂吗? 画面那一集就不用讲了 你知道 就是 你就会形成一种 跟着上的状态 你没有换你的立场 你永远看不懂新的事情 感受不到新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里面就是这样子 所以那个时代里面 其实这个 你可以看得出来 巴黎铁塔 几乎没有用到 古典的语位 装饰语位 几乎没有 就是 大部分都是直接的 把那个钢料本身 并合起来 就有点像古代的原始人 他拿到那个木头 就像我们第一次 我突然想到 我们第一次谈自然的时候 最后一张故事 放了林靖娟老师做的那一个 那个 孟建蒙德里安 他被指定用漂流木 那个感觉突然 我觉得他的感觉 就很像古代的原始人一样 他古代的原始人 哪有拿到一个木头 被居木工厂 把它包平 然后变成方方整整 然后开始用来组建 哪有这种事情 所以他们古代的人 拿到的就是 歪歪曲曲的木头 然后觉得这个弯度 刚好可以跟这个弯度 合成一个状态 就是摆起来 他们就自己 就会变成这样了 那就最好 我就不需要说 还要把它扭 把它折 然后折以后 还要再撑 然后就是 才能够变方向 那他们就自然就形成了 你懂吗 那巴黎铁塔 其实就是那个 原始人的态度 就是直接用 那个钢料 然后併合 按照那一个 毛钉的原则 然后就搭出来 很直接 很 很素朴 然后就出来 而且 这个事情里面 就当代的技术 所以这个事情 就跟古代原始人 拿到的那个木头 盖那个房子 是他们那个时候的 当代的技术一样 所以它根本不需要 模仿古代的人 它反映的是 科学的合理性 那这个案子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有着同时代的那个铸铁构筑的技术 但是它怀念着古代的装饰的头 所以这些其实对这个铸铁的铸铁来讲 这些都是多余的 还记得我们来讲 新艺术的那些装饰是多余的吗 有没有 虽然我们同意它太漂亮了 但是从一个进步论的角度来看 它们是练就的 你同意说 它们的身体还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 就是不愿意跟着跑到前面来的 他们还在练练着后面的过去这些尘埃 你同意说 这个案子它呈现的就是这样 但是这已经是西方就是我说的 可以感受到空间的松软性 但是我也必须要在这里说 难道练练性就不好了吗 其实我们谈最后谈设计 请各位注意 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 我管你是做什么样的形态 重点是做好还是做坏 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 丹夏 丹夏的重要的事情里面就是 它的手掌能够把那些木材 线条符合结构的需求的位置 但是也符合视觉平衡的位置 所以它的审美对 它观念也对不对 观念谁不会讲 我不会做设计吧 我算是不会做设计吧 但是我不是讲得头头是道吗 所以观念是可以讲 可以想也有它的价值 但是你要谈作为一个创造者 创作者 你做不出来就不算 所以你不要做人家打鱼毛球的时候 为什么不跑快一点去接到那个球呢 你讲这样没有用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谁都知道 但是你的身体能不能是一位事 所以这个 当路康出来的时候 路康重新把建筑的形式的柔软性拿掉 让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厚重的集合体 它还是非常动能 还是动能得不得了 所以其实纪念性不是问题 问题是你殷勋的时候 然后忘掉了还有一种新的可能性 当然古代的那个君王的那一些宫殿 他们犯了毛病还不在意他的房子的纪念性 而是奢侈 你还记得刚刚看到的凡尔宫里面的空间的状态吗 所以他们的空间是装点出来的 而不是空间的价值空间的格局自己跑出来的 这样所以这是很可惜 那西方真正 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水晶宫的柔软性 但是其实真正在西方的建筑界里面 提出流动空间这个说法的 那个人是美国人是莱特 我们当时很关心建筑的朋友很多人都知道莱特 这次莱特好像是莱特的第一个独当一面的作品 这个房子你仔细看 你怎么看都不觉得它跟现代建筑有任何的关系 它完成在1893年 1893年现代建筑的观念还没有成型 现代建筑确定要走成抽象几何 立体的路子大概最快应该是1910年左右的时候上下了 就是这种历史的分段通常都是一个该说 没有办法很精准 因为都是一种观念 那所以这个案子里面 你看到斜屋顶 看到那个房子上面修的这些线角 然后整个的立面 不确定它是有用到钢 看起来它应该已经可以用到钢 或只是很临走 它还是感觉很像沉重墙的结构 为什么叫沉重墙的结构呢 因为这道墙很丰厚 然后洞开口 它是很小心翼翼的 不是从这里一路开到这里来 理论上如果是现代建筑 如果你有需求 你可以这样开 但是它后面的这一个圆的这个空间呢 它其实也就已经开得很开了 那当然这个是上面没有存在 所以这也许还不确定 但是你这个窗口已经开成四方了 所以如果是用平拱的方式 来支撑的这个窗口的那个 开口的状态 那这个垮距稍微大了一点点 所以其实这个房子是 有一点点 如果这个房子像我的猜测 它已经开始用到混凝土的结构 然后它还做出这样的对称的立面 然后做成安示着好像墙面是沉重墙的品质 才开出这样的小的单独的小洞的窗口 那就安示着这个房子里面 那个莱特是已经偷用现代技术 然后呢 它还残留古代观念 所以房子写屋顶 然后呢 有线角 有厚重的沉重墙 但是它有一个事情很不古典 那个事情就是可以在这个二楼的立面上 把它分成两段 仿佛这个房子是有一个基座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屋顶 然后中间这个楼层呢 它就像脖子一样 它从这个面退缩 而且还切成暗色 让它感觉就是一条缝隙 所以它变成的是 这个房子里面 就变成是两个层 两个体的构层 然后让那个屋顶悬浮在半空 所以这个事情里面 它不是古典的章法 而这个就变成它的创意 而这个房子的比例 还故意压成很扁衡水平条 这个就是它后来提出的一个说法 叫草原建筑的一项 因为吉拉古早期地区 听说都是刀草 然后风吹草低 然后就看到一条水平线 这一些像我们阳明山 十月的时候的 就看得到这种一项 所以他们觉得说 他爱大自然 他觉得吉拉古的 那个外郊区的自然景观 应该是水平的 所以他在这种状态里面 他没有更换古典建筑的手法 但是就很像 我们在第一个单元看到的 新艺术的那一些艺术家一样 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创意放进去 用在这个古典 然后他的创意就是 可以把这一栋房子的垂直性 切两段 然后安示着房子是水平 而不是垂直的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就可以跟那个水 水源 草原的意义上 会形成一种联想 所以这个方式 这个思考的方式 已经是他个人独特 创意的想像 然后也这个创 也因为这个观念 一个想法 然后他发展出了 这一种建筑的与会 然后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 这种形式 可以算是萊特的形式吧 因为是他原创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 这个是 你可以从这个时候就看到 萊特本身 他基本上是跟那个时代 就是虽然出自于淤泥 但是他好像要脱离淤泥的状态 我这样措辞好像 对古典很不尊敬 其实我很尊敬古典 你相信我 OK 那就是这样 他们基本上 他已经有这样的权利 而这栋房子也是 听说有一个八卦 就是他完成了这个房子以后 这个屋主 每次上班的时候 都会刻意故意晚出门 免得跟邻居 这个社区邻居碰到面 因为隔壁的邻居都在 他缺缺细弹 他的这种房子怪怪的 因为他的正立面是对称的 但是他的卑立面是不对称的 就是看起来 好像这个圆形出来的时候 应该是左右对称啊 但是他为什么不知道不对称呢? 因为这一个部分 他是半屋外的 今天他被夹了玻璃窗 所以他是凹进去的一个洞 然后在这一边呢 他是服务空间 是厨房 所以他本身是封闭起来的 所以这个立面 在后面这个空间感 是一前一后退缩的 所以看起来尺度对称 但其实他们的意象是不对称 不像前面那样子 所以在那种情况 他们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这也是暗示着 那个时代里面的观念 建筑一定要左右对称 这是文艺复兴建立出来的一个状 你有看过哪一个人是只有一只手臂的吗? 除非他被切断 被切断的意思就是说 他还留着受伤的痕迹 然后没有一个人 是出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会习以为常说 没的话 人 谁有人规定 谁出身都是要两只手臂的 也没有人规定 两只手臂都是一样长的 为什么这样不可以呢? 你懂得说 我们今天还是不能接受这种弹势 因为我们认为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所以有中央 有左右 你看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不就暗示着这一点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 左右对称主童的观念 是很清楚的 这种房子是不清楚的 所以你从这个案子就可以看得出来 莱特 他在建筑的构造 我不晓得他有变还是没变 那这个呢 没变也还是可以盖出这样的房子出来 所以他在那种状态里面 他已经就是有办法去思考 怎么变化这个空间 那另外一个 我们在建筑史上会说的 莱特谈这种空间的流动性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有一个很重要的状态 那个方式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他自己说过的 第一个 就是在1893年的时候 在吉拉古地区办了一次世界伯朗位 就是刚那个水晶工的 成了以后 就好 一路路在不同的地方里面去办 那 那个巴黎铁塔是1887年吧 这样子 他们那个吉拉古是1893年 就是说 这是第一次 离开欧洲大陆 然后送到美国里面来办 所以 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 那个时期里面 日本参加这个博览位 他们拍了一组 传统木构造的匠师 到吉拉古 盖了一个展馆 这个展馆 他们叫做凤王堂 轰轰殿 就是 变 凤王堂 其实 是在模仿 京都 平安院 平等院 里面的凤王堂 那个 他也可以叫凤王堂还是什么 他就是凤王殿 他就是说 他在 他在 他在模仿的 那个 平 平等院 的凤王殿 然后把它 盖到 盖出来 当然盖起来 有很多是 简陋一点的 然后凤王殿 你可以猜查 你可以上网去看 人家的殿 是很 很 很庄严的 他们那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士博会等同是个商场 所以他们就 那个很严肃的殿堂 他们其实那时候就变成了摆摊子卖东西 然后表演 这样 那个东方 那个匠师的机翼 反正就是 拉丽拉扎早期 早期的士博会 其实是 是很乱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 好像 那个 莱特 说 他在这一个 展馆 他第一次感受到 日本空间的流动性 这句话 这是他说的 但是 他感受到多少 不确定 会不会是 到日本去盖 帝国大饭店的时候 讲这一些让发 日本人觉得 兴奋 也说不定 但是 我想 这是一种 我们建筑史 有时候 会接受这一种说法 但是 美国的建筑史家 会认为 其实 这一种空间的流动性 本来就留在 美国的传统建筑里面 美国的传统建筑 他们是把 印第安人的系统拿掉 因为那不是他们的 美国的正统的历史 因为正统的历史 是从欧洲进来的 白人体系 白人体系 进来了以后 当然一开始是 一上岸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嘛 那就只好砍伐 树木 然后就堆叠木杆 木杆 那个树杆 堆叠树杆 然后就形成一个方盒子 然后再加一个邪屋顶 就可以住了 所以你看这西部片里面 不都这样子吗 在那个方山野岭里面 然后就是 他们就找其实是这样的方式 这种方式的房子 是在北欧原始时期 就有了 你懂我一下 所以其实 美国的文明 蛮有趣的 它等同发展成熟的 欧洲的资本的阶级社会 然后开始流放 回到一个他们的文化起源的源头 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化 没有一个地区的文化 有机会这样子回到源头 因为那一些 在西方社会里面 阶级比较高的贵族 跟阶级比较低的 这种无业游民 一起到了美国下船 然后马上迎面而来的就是 印第安人跟野兽 然后呢 就看你怎么跟他搏斗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贵族没有省力 所以以前以为 他在那边的血统 是很尊贵的 所以但是一到了这个 这个重围满方世界 证明那是假的 你懂我意思 所以他们就被吃了 所以只有那一些身体 像这样的人 才能跟他们对打 才能够在那个过程里面求生存 所以美国说明了就是 把欧洲的历史 重新再倒转一次 所以因此 他们相对于西方建立的 在人那个社会学上 他们西方建立的阶级 意思的制度 阶级的制度 到了美国 他们开始变成 有能力缴税的人 才有权投票 然后得到很多人支持的人 他就会变成领导人 所以这种投票的制度 就是等同是把神的传说中的角色 换给有能力投票的人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就是 美国社会 对西方社会来讲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回顾 然后但是他们也因此 在那个过程里面 你会看到 美国人的身体 仍然有一般是过去 一般是现在 他们还是会坚定着古典 在欧洲老家 他们的这种古典语味的建筑 维多利亚语味的建筑 但是在他的老家 早期那些房子 都是用石头跟砖砌的 但是他们这里 没有那么多这种东西 也没有太多的功能 所以他们就发展了一些系统 你说你看到这个 好像是很古典的房子 还转角好像还有那个 那个转角的石器 就像那个文艺夫妻 那种英国的那个时代里面 所做的形态一样 其实所有这些房子都是木构造 就是他们全部都是 那时候他们流行一种很像 IKEA的规格化的东西 现在还是有叫做 气球式的结构 就像以前的热气球 它应该是有那个木架子 把它那个薄膜撑起来 然后才灌气的 所以他们那个气球本身的形状都固定 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规格化的支撑材 然后就已经加工好 你到现场再组装就可以 他们也就是变成一些组装好的墙板 然后里面都用矽木条盯起来 你买回去的时候 你只要把它组合 然后外面再铺上榆榜板 榆榜板 英国人发明 美国人用最多 后来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候 他们就借用榆榜 来快速建造他们的官色 所以我们以为榆榜是日本人的日式建筑 日本人反而很少用榆榜 你去京都看就知道 所以吉林板其实是一种 一种量产化的规格型材料 所以美国人到最后很多的房子都是这样子 到今天美国人的百分之 最少在50以上的住宅区的房子 都还是用这种木头的架构里面去定造出来的 你看那些好莱坞的电影 他们的招区开发 在盖社区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们可以盖出这样的一个教堂 然后他们的形式都古典的 但是他们其实是木头的 所以它里面的隔间都是这种木架 也就是暗示着这个木架支撑了他们的屋顶 支撑了他们的墙壁 但是这个物架是可以随时敲掉的 中间的 你可以买来是这样 你可以改成这个也穿口 你只要补墙就可以 所以他们认为说美国的传统建筑 从白人来以后算起的历史建筑史 它本身就是榆林版建筑的历史 而且是木构造的历史 然后它的木构造 它的古典意思 百分之五十以上 都是木构造作成 然后外面贴石材 我只贴榆林版 没钱贴榆林版 有钱贴榆林版 有钱贴石材 然后就是那些石片都是贴上去的 然后就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欧洲的石构造的房子一样 所以在这种状态 这样的房子本身的隔间 寻思可以是很古典 但是里面的隔间 理论上是很自由的 所以他们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自由的传统 那但是 但是因为他们会认为他们记得传统不珍贵 殖民地的国家通常都有这样的感觉 反正殖民政府都是比你厉害才来殖民你 所以殖民政府的所有的动作都是最前进的 然后相对呢 我们自己的方式就会变成了 我们的习惯就会变成是一种不入聊的 你懂吗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殖民地的心态 所以他们要变成这样 然后里面他们有那种弹性 但是他们不认为那是他们的优越点 他们其实反而认为他们是缺点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翻查一下1893年的那一场 Gigago的那一个世博位 如果1851年 差了超过接近50年 如果英国的那一个水晶工 充分的反应 只有形式还是带有点古典的感觉 充分反应了这个铸铁 那个钢架的结构系统 跟玻璃所产生的那一种 独特的空间经验 跟建筑形态 因为建筑也变成是空的新的 建筑不再是一个重若磐石的状态 如果英国人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前进的意向 那个1893年的这一个展场 Gigago的展场 他们的名称 他们称他们叫White City 白色的城市 因为所有的房子是漆成白色 为什么 因为赶工来不及 所以在那个时候 最后关头 然后快要开幕 建筑师下命 干脆所有房子漆成白色 所以那时候的展场全白 就是每一栋房子都白 但是每一栋房子的样子 都是非常古典的样子 好像他们想要让远方来的欧洲人 然后了解说 我们这一些从本土移民过来的 那个美国人 其实我们也是有文化的 我们有的房子的品味 就跟你们的古典一样 但是他们不知道 那时候来参观的人 很多人正在苦灾苦恼医 如何摆脱他们西欧本土的古典 摆脱西欧的传统 就像我们看到的 新艺术的那些艺术家一样 所以那时候里面有一个 我们连建筑师都知道 有一个人叫做鲁斯 他来了美国看博览会 然后留在美国两年到三年左右 然后他把美国的不佳装修的房子 就是去除装饰性很朴实的 量体朴实的建筑 但那一种观念 然后他把它带回去欧洲 说装饰就是罪恶 你没看过很朴素的量体 都其实也是很美的 你懂我意思 所以他们反而从美国里面 找到美国人以为自己会 撕离的东西 他重新当作欧洲摆脱古典 约书的一个袭击 你懂我意思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个很微妙的 那一些美国人的 在那个wide city里面 那一些非常古典的 新艺术形态的展场 外表都是这样的 古典的意象 其实它的内部 全部都是钢构架 所以外层的都是铺 撇过去的 就像我们台湾这一座 后来做的后现代房子一样 里面都是钢构 现代构造 但是外面贴的都是古典的样式 古典的装饰的那个食材 所以那个是一个 外表跟内力很不合一的 所以美国人其实 美国人在某种程度 是蛮有趣的 以那个资本主义的 那种民主制度 他们是算是一种进步 然后这样的技术使用 他们也很成熟 但是呢 他们的价值 其实也是反那个技术性 但是很奇怪 反正他们就变成现代 所以其实那个事情 他们认为 莱特的内心里面 其实一方面是想要在寻求 在新古典主义系统里面 寻求属于美国的新语会 所以他也不是要找一个 什么叫做现代建筑的事 他只是想说 你们欧洲太幸福了 有希腊给你们的古典语会 有罗马给你的古典语会 南欧南亚那一边呢 也有这一些过去的那些 那个埃及啦 或者是伊朗啦 他们的那一些古文明 留下来的 或者是拜占庭 或者是那一些 那一些古典的 很感动人的语言 那东方也有 那我们美国呢 我们美国想要发展一种 属于美国的语言 加入你们这一个 国际联合的语言系统 所以他就是试图去想找这个事情 他没有想要找的事情叫做现代建筑 所以他觉得 美国的建筑要重新寻找机会 应该要重新 从自然里面去得到启发 这个观念是他跟新艺术的人 共享的一种价值观 你懂得说 因为他们要围到古人看待的自然 然后用金人的眼睛来看 今天的人的眼睛来看 然后未有些什么新的事情会产生 那当然 然后他也发现他们内部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 关于那个流动的空间 来讲 他在 案子里面 就是 这一个是很有名的 Robin House Robin House目前都还在 你可以去参观 你注意到这个房子里面 那被压低延长水平发展的线条 那一个是前面的草原时期 他所做的东西 他把古典建筑 西方古典建筑 往垂直发展的崇高意向 然后硬挤压 变成那一个 我们这个 这个 意大利的那种 三明治一样 给他挤压 变成水平的发展 然后这次 变成一种风格化 很个人风格的状态 然后他的 所谓的流动空间 会出现在哪里 就是出现在一楼 其实这个房子很难说一楼二楼 因为我们进去的时候 是从半地下室的地方进去 然后再从这个楼梯 这个楼梯上来 好像是这个楼梯 我记得 这个楼梯上来 从很低矮的半地下室 然后上来了以后 然后以一个火炉 跟楼梯 楼梯二楼是 那个主人的卧室 然后他 这一个地方 这个客厅 跟那个餐厅 他们就是形成一种 开放流动的状态 其实这个平面 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 的那个Mix 那个Corehouse的平面 类似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 他的空间的流动性 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 那个空间会顺着物外的景观 然后就自然的 然后就一直延续 然后它形成 配合空间的流动 透过那个空间的 张开跟收 然后之间 来形成那个段落感 而不是说 必须一道门 一道门 一道门的打开 才能够 那个感受到 他们不同的境界的呈现 那所以 这个就是 它反映说 生活行为 跟空间的流动性的 一种对等的隐喻性 就是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 那个 从客厅到餐厅 它其实都是一个公共行为 所以 他们本身 就是节奏 会有点变化 所以它其实是个 延迷不断的一种变化 所以这个是一个 那当然 最 最 最强烈的 就是我们上次我跟各位分享过的 这一个案子 这个雅各司的这个第二号住宅的这个案子 那就是 从这个客厅 然后到餐厅 到入口玄关 然后就一路这样 那样子连续过来 然后再往上透过挑空 然后也跟楼上的人 然后形成一种交流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空间 这种网上的交流 跟这样的一个 那个客厅 跟餐厅的衍生 我们也在安藤中丛的租籍的厂屋里面看到 其实分平面看起来不同 其实空间的感受性是类似 你懂得说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他所说的空间的流动性 这一些是在那种状态里面 你会看到 在这样的组织 其实它很多的那个结构 都还没有完全用到 现在的那个铸裂式的结构 它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当然空间的流动的案例 在莱特的那个作品里面 最最华丽的就是 这一个古根汉美术馆 古根汉美术馆 我在20岁 我在21、22岁的时候念书 就看到这个房子 大概要到快60岁以后才看到 接近60岁了 已经60岁才看到这个房子的真实的状态 然后呢 发现它其实根本不大 它的规模不大 然后不像你看 我们今天我们去那个历史博物馆 我们的地有多大 不要说历史博物馆 你看我们台北市立美术馆 其实那个空间比它大多了 不要说那个周遭的开放空间 以管体跟管体比的话 比它大多了 你懂我意思啊 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一进去 这都是人 填满满的人 就是塞得很满 就是它真的不大 但是它走上去楼上的时候 其实也蛮累的 其实也蛮累的 这个空间 那这个房子 是在到目前为止 最彻底的用协拨道 来把人一路带着上去去参观 我们通常都是从一楼 就是过了那一个 那个检票的大厅 就是从这里进来检票 然后进来了以后呢 就开始从这个协拨 从这个协拨开始上去 上到那边的时候 在回转 然后就开始一路旋转 然后一面旋转走动 一面看展览 然后看到最后呢 我们就到达了最顶层 这个顶层的楼层 然后就光线就在这里 以这个管的状态来看 它给我们一个很有趣的参观方式 它去除了所有的一间一间的展览馆 的概念 所以它很彻底的就是 把那个空间的流动性 因为每一间一间 它就会变成一个盾点 一盾走在盾一下 这里的盾一下 然后再出来透口气 但这种盾一下再透口气 也不是个坏事 贝利敏就是靠这一招 在美国的展览 在那个艺术馆界里面 就建立了它的地位 他敢给外国人听 就是说 这很像是中国人的厢房 一个厢房 再一个厢房 一个厢房 然后我们再进去室内 再出来室外 然后室外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搭中庭的挑空 来调整我们的视觉 让我们的眼睛减除疲劳 所以在莱特这里的话 你的展厅是延绵的 然后呢 在走在这个环境的时候呢 你累的时候呢 你像他们这样 转过来看这个大厅 那个房子本身是个喇叭状 它就是从小 然后慢慢扩充变大 所以那个中庭是放射的 中庭是放射的状态 所以你走上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你的视觉 你可以看到对方的流动 你可以让你的眼睛会做一个调和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经验 然后产生的也是我们好像 医术跟我们的真实的生活的延绵性 然后变成一种类比 比那个状态 然后这个结构怎么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个空间如果它每一个楼层 都有很多的筑列下来的时候 这种空间的流通性就不见了 所以它的结构其实就是 从上面的这一个屋架开始 这个屋架 这个屋架弧形下来了以后 它们会变成一道墙 一个三角形的墙 然后这些墙就支撑着这些楼板 所以这些楼板里面 它们就 它的那个墙板就被隐藏在后面 然后变成那个展板的那个部分 那你大部分感受不到说 有独特的那个结构系统 外插在它这个楼板上面去 所以让这个空间跟那个结构 很巧妙的融成一起 然后又变成了天窗里面的一部分 然后光线就下来了 所以当你从一个很矮的房子进去 很矮的那个门厅 然后进去的时候 你一进来的时候呢 你会突然开朗起来 这个是莱特最喜欢用的 就是它的空间的流通是水平的 然后也包括垂直的 这样的一个异象 这个是最豪华的 然后它这个结构本身 也是必须要重新 它重新再配合 但是这个是 传统的结构是做不到的 你懂我一下 是用那个 那个缸跟混凝土 来组合才做得到的状态 如果脊镇能够给它们 开出一个很自由的状况 那科比义 这个沙夫瓦别墅 就是一个最高峰的例子 就是说 其实矩阵到最后作为空间呢 很多时候我们又会变成 考虑到实用性 所以我们是利用它们的方块 所以我们可以围成固定的空间 也可以作为弹性的变化 但是我们很少让你感受到说 我们是在这一些柱子的里面去游走 你听得懂我这个差别吗 你就是说如果那些柱子落下来 然后每一个柱子跟柱子之间都做了隔墙 那我们进去那个空间的时候呢 我们只看到房间 然后那个房间 柱子都被埋藏在柱上这个房间 我们看不到那个柱子的结构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看到 这个房子的空间有流动性呢 好像应该有根柱子露出来 然后露出来了以后 柱子露出来以后 我们看到的空间从它前面绕到它的后面 或者是从它这根柱子到那根柱子 我们会看到它们在这个地方里面 去穿梭过去的那种感觉 所以那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你第一个动作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 那就是说 当柯比义把这个房子用柱梁的系统 然后把房子支撑了以后 墙的支撑结构的 作为结构的机能被退化了 它就可以跳出来 所以你会看到这栋房子的边界在这里 但是我们的视线是穿到后面去 穿到侧面去 所以我们的空间 可以在这些柱子的柱列上游走 就很像我们在树林里面 看到我们的视觉在那个树干上面 穿梭游走一样 因为有树的定位 所以那个游的感觉 才会被highlight出来 你懂一下 所以不是说 你绕过去绕过来 那道墙 然后绕过去才发现 后面还有个空间 不是这样 而是你的视觉 就可以在那边省游 就是有那个对比出来 你知道你穿越 绕过那个障碍 然后你看到这个窗口 这个窗 四个窗口看起来都是一样 然后看起来很平淡 但是这个窗口有玻璃 因为你上去二楼 这里是奇迹师 然后呢 这两个是玫玻璃 然后呢 你会看到它是空的 你的视线 就像这个照片一样 你到现场会更强烈 你会穿过去 看到上面 后面的天空 然后你会看得到这个邪波 会让这个平面的空间 好像不只是垂平的这样流过去 还可以垂直的到上面去 然后呢 还视觉直透到天空去 所以它本身充满了想像中的张力 然后那种动感 然后到了这里的时候呢 它好像穿不过去 它会看到顶 然后变成一个暗 但是它没有玻璃 所以它没有玻璃的反射 然后它 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比较沉闷的暗 所以四个窗口有三种不同的情境 所以这个天竺 它需要做更多不同的雕缩 在上面来暗示着它的表情很丰富吗 它不需要 它已经有这个穿梭过去 很树林中穿梭的那种空间流动感 有这个弯起来 底层的这个做入口的这个玻璃 这个玻璃罩 然后它变成一个实体 然后在这里也是 它这里是停车 所以它有不同的层次 那个视觉的流通性的波长 然后上面又有不同的波长 然后看到这里 看到树林 这里看到天空 所以它会有很多种层次 不同层次的景象 那这些景象 已经足够让这一个理念 在你脑里呈现一种 呈现一个叫丰富的意象 那种丰富的感觉 所以这个本身就是这样 而且它很重要的事情是 到进去室内呢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那个设计就是 你进去的里面了以后 你从这个地方进入了以后 你从这一楼的这个门囊 然后你进来了以后呢 你就进来以后 你会有一个斜坡 把你带上去楼上 这是在室内的 因为后面这里是停车 这里是停车场 斜的停进来 然后呢 这个斜坡道 跟斜坡道 对比的是一个传统的楼梯 然后传统的楼梯是做成圆弧 所以它是一个雕刻 所以你一进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曲线往上 这个是空间垂直流通的一种样貌 然后前方有一个倾斜的地面 所以它就从平慢慢往上走 它也是垂直往上的样貌 但是呢 它是水平延展 它是悬为一为垂直上压 所以它们在你的视觉脑力里面 就有一个垂直 一个水平 但是它彼此都是往上 然后安示的空间 本身不是停 停挤在这个大厅 而是它有一个流窜的力量 流窜的方式有两种风貌 所以它上来了以后 这个地方厉害的事情是 它从这个室内上来 转过来了以后呢 从这一地上来 然后站在这个平台 然后转过来的时候 到了二楼 到了二楼的时候呢 它这一个二楼的这道墙啊 墙外面 从这里到这里 这里就是屋外 这个屋外就是这里 就是你一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到了二楼 二楼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你要上 继续上去的时候 你是从室内往室外走 所以这条楼梯就在室内 然后室内走到这里来的时候 那个空间就流到室外 流到室外以后 它继续在往上 所以往上有两个层次 一个往上是在室内空间的往上 然后在二楼以后横移 然后就变成内外的流动 然后流动以后呢 就变成是屋外的往上 所以它整个的空间里面 就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让你感受到说 你是在空间的上下左右 室内室外之间游移的 然后这个游移因为邪波 今天走那个邪波是有点邪度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被调教成 要走邪波要走12比1 那时候他们没有 但是你要知道 那时候没有邪波的时候 这个邪波比走楼梯 还是轻松一点 所以这个是时代的差异性 所以这个邪波 对它那时候来讲 已经是一个轻松 就是某种程度用描述 就是在不知不觉之间 让你感受到空间 很轻松的上下浮动 左右横移的感觉 所以街动房子 在某种程度 满足了机能使用之一 它充满了对空间移动性 流动性的描述 这一种描述 这一种感受 是美感的一种 这个美感 不是我们在看画的时候 眼睛看到的那一种构图 而是这种美感 是你在那边品味的空间 的些微的变化 就很像你在品味着 你的身边的人士 然后他们怎么带你 怎么对待你 他们的温柔 表面的不温柔 然后在各种的状态 那个好像是很亲切 但其实隐藏的虚伪 然后这一些小的 好像是有点小气 有点小的 那个什么 的那种小心眼 然后你感受到他们 也许你觉得他们无相要害 但是你会感受到说 那是一种很丰富的层次感 你如果能够把那样 当作一种美感 那建筑的这种空间的流动 就是我们要体会到的美感 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实用性 赶快跑上去 然后你会斜那条楼梯 斜度八比一太累了 然后你在跳过来的时候 觉得空间太大了 或者是事太亮了 你同意知道 你已经完全沉对那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去理解 这一些事情的差异性 就是它里面隐藏的更高的 或者是不要说更高 像讲起来好像自己很了不起一样 就是好像更丰富的层次性 你可以想到更多的事情不是吗 你懂吗 那建筑里面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站在那一边 很像要看画一样子 说这个空间这样子美吗 其实它那个时候 现代建筑的话 根本就不跟你讲求 说这条扶手 是不是做得很细致 然后很细致的变化 其实今天我最担心我们的年轻的建筑师 就是太沉迷在这些西部的设计上 西部不是不重要 但是西部如果变成了绝对的话 那我们就是建树不建林 然后真正的建筑 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是把它的西部 单独highlight 然后当作全部来看待 你懂吗 建筑是个整体 所以在那种情况的话 某种程度的平衡是需要的 所以这个方法 以今天的很多朋友的眼光来看 简直没有细部 太直接了 人们这些都太直接了 但是问题是 它的关键不在那一些元素上 这些元素的朴素 反而是可以帮你挺胃到它的空间 本身无形的变化的丰富性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在用柱梁师结构里面才能呈现的 然后你到了二楼的时候 这张不是我拍的 我用别人的照片 但是我觉得这个拍摄的人 我很佩服 它的镜头可能也够大 所以它可以把那个在这边的客厅 当你上来了以后 你出去上那个楼梯 所以那个楼梯的斜线 然后内外的移动 就是像我刚刚这里说的 然后你走进了客厅了以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客厅等同也置在屋外 因为它的玻璃好大 然后它跟那个中庭 其实是合在一起 所以它这个空间里面 因为我常常有这个错觉 以为这个就是租籍之常物 这个就是客厅 这个是厨房 这是他们自己共享的中庭 这样 比如说它这个三段 那这个空间里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感受到你的客厅 不是只有这一个方寸 它衍生到外面去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外面呢 还有不同层次的深浅 然后这个文化很丰富 这个深浅 到了这个没有玻璃的窗口的时候呢 它的视觉更是深远 所以它的空间的流动性 那种动感 节奏非常丰富 所以坐在那边的那个感觉的话 你可以看到建筑 能够把生活的空间 跟那个空间的流动 然后形成这样的一种关联 那它就是一个很丰富的环境 就很像你如果我们很多的朋友 都能够体会上到高山 看这一个大远景 然后山栏起伏 然后这一种空间的深远 城市感 那也许他也应该 学会看这样的建筑 有形塑的那种空间流畅 流动的动感跟深远感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平面 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你可以看得到它往上 你可以看到它穿过一个 无限高层的空间 到一个有压缩的空间 所以它有开 有收 然后呢 从这个收的边界 你又可以找到一条缝隙 出逃 跑到更遥远的地方 然后呢 再下来这里呢 那这个玻璃又让你感受到 这道墙后面 还是有一个故事的 有一个不同事情在后面发生 然后在这个平台的下方 这里也有一个空隙在这里 所以很多的缝隙 很多的空间 然后有很多的可能 如果你愿意 那就是想象中的故事 会在那一边发生 所以它很丰富 这个空间里面 不是说这些元素都很单调啊 就是斜的楼梯啊 那其实它充满了各种风险 这种风富的状态 那这个也不用讲了 但是 如果ミス的那一个 薩可瓦别书的丰富 是充满了情绪的 很 很入眠的情绪感 让你感受到 说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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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变化的话 充满了 明确的动感 那ミス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非常老恋的人 所谓的理性主义的人 或是像那个日本人讲的那一种 那一种高人面对变化 会不动如山 不动声色 但是其实他乐在其中 就是他什么变化 各种招式都没有 他就是很平稳的大的玻璃 然后你拿这个咖啡杯 然后从这个书桌 然后走去后面餐厅 或者是走到这个取记室休息 然后到后面去厨房 你就是拿着这样子 这样多步慢慢的走 这些景观就跟着你 然后那个深田 然后你自己去感受 他就是这样的变化 看起来没有变化 但是那个变化 就在外面的树林所塑造 这种是不塑造 你都会说 这种是完全不塑造 这种是等于就是在那个空间 那个空间已经是 那个水平向 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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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无 无 无尽的这样子延伸 那既然是已经都是无尽的延伸呢 我不需要一路坐到那边去 我只要坐到这里 然后透过大面的玻璃 你继续把它延伸 这个在中国的绘画里面这叫什么 叫做留白 留白的意思就是 我一笔画到这里来的时候 我不需要画到最后 而是那个笔的线条的力量 会把你的视觉继续带过去那一边 然后生下的那些事情 你自己透过前半段的理解 然后慢慢的把它丰富起来 那在你的脑里 然后我不需要做到那么白 你懂不懂事啊 所以这样比起来 科比医的做得有点白了 你懂不懂事啊 所以这个是很老练 但是很老练的话 要上我这种老练的人才干得到 然后你不够老练 你就坐在那边毛躁 所以这个事情里面就是 你为 这是一种体位的问题 然后你看 所以很多东方 虽然我在台湾很多的朋友 都没人喜欢过 不太喜欢过这一个 发屋住宅 我们都是明包暗扁 我们真的是在做什么 什么都不用做啊 如果这样是这样的话 其实自然那么丰富啊 你还做了破坏风景啊 其实人家已经很很稳 很沉稳的 很从容的 用最少的接入 然后来取得最深入的投入 你懂得知道 最深的投入 所以这个事情里面就是 这种 这种空间流动性 但是这种流动性 如果是在古代西方 用石头堆砌的房子 那样的一个构造 是做不到 你懂得知道 所以他 也就是你 可以把这些柱子 这些玻璃 再拿回去看 我们刚刚我在马德里拍的 那一个水晶宫 那你就会发现 那个水晶宫的建筑师 真的浪费了一些好材料 因为他已经早就碰触到 他超过50年前 就已经碰触到 可以在这里做到的事情 但是他还在留念过去的尘埃 然后让那一些事情 没有办法很纯粹的 被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 所以这个是一种差异 但是这种事情 只是讲这种差异 并不是在责怪古人 其实讲这种差异 真正要责怪的是 我们跟我们后面的人 就是如果他们 在这样的历史的理解下 看到历史的过往的发展的 那个视野的不开阔 不是错 是视野的不够开阔的话 那我们以后还犯这种错误 那就是我们笨 就是笨还不注意形容 那叫蠢 OK 那其实那个柱梁式结构 真正的不是英国人 所以这么纯樸的结构 那是美国人 也只有美国人 这个是在Gigago里面的一个大楼 所以他们其实最早期 他们是唯利所图 因为他们那个时期里面 因为经济发达 所以在那个二十世纪 最后的一个时代 他们经济发达 他们那个土地 刚好城市被火烧掉 所以很多的地主都急着 要把房子快速盖出来 然后提供最宽广的楼面 然后来出租给那一些中小企业来办公 所以在那个时期里面 他们就是有人找在 这个同时代的大楼 还是用砖造的 砖造你可以想见 到了楼高十六层楼的时候 他们底层的那一个墙面 已经厚达一公尺多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在那种情形的话 他盖得越高 他底下一二三层楼很可能 都等于是没有用的 因为那个空间都被那个砖墙结构 都挤压到 只剩下一点点空间而已 所以他们到最后呢 有人就 在那种竞争的情况下 有人就想到 用造铁路的铸铁 造工厂的铸铁 然后把它取代柱子 然后就搭建 一个铁笼 然后在铁笼的外墙 铁笼可以一路搭上去 因为如果是气砖块 砖块要气起来的时候 像现在台湾的法规也是 一天只能气一公尺来 一公尺多 因为那个水泥还没有干透的时候 你把重量再压下去 那个水泥就会被挤压出来 那它的联合程度就不够了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在那种情况 像我们的马特拉 的那条木扎线 早期出事就是 我们为了政治的理由想赶工 所以当我们的水泥基座 然后倒灌混云土倒灌了以后 它还没有到达干透的时效 我们就下令在上面继续铺设铁轨 要增加架设那个站坊 所以它会让到最后呢 让那个还没有干透的水泥 就开始承受重量 然后就开始崩裂 然后就破坏了它的寿命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它没但是用钢 它没有这个事情 它就是一组人就啪啪啪 就气起来的 然后呢 当它气起来 这个照片其实呈现了一个有趣的状态 当它还在这边搭铁架的时候 这一边的人已经可以挂它的外墙 不论是气砖还是淤柱的那个床面 都已经可以挂上来了 然后你又可以看到第二个有趣的面 那就是说 既然它的干架都可以开出这么大的开孔 我们今天会直接把这里放上玻璃 叫做玻璃为木墙大楼 那它其实已经呈现这一个垮具了 那我们刚才讲 以前古代用气砖的时候 那个砖拱还不能去垮这么大 但是现在它们搭了以后呢 它们的窗口却故意变成细长条 古典窗口比例 古典窗口的比例 但是拼成三排的时候呢 又暗示着中间其实没有砖墙 所以这样的方式是有这个古典窗口的意象 但其实这样的三个并排的窗口呢 它并不是真实的砖墙房子才可以做得到的开窗方式 所以在那种状态里面 其实它隐藏了一个错具 这个是故意把那个铁料做成很粗壮 假装成是一个小柱子 然后暗示着它们皮脂是三开肩 所以其实你看得到它们身体是一半在古典 一半在现代 那这个是Chicago 但是这一种方式到了欧洲 Miss承然的这样的技术 我们会看到它就很直率的就做出这样的一个矩阵的形态的建筑 这栋房子和Miss非常仔细讲究它的比例 然后它还有它的膝部 然后让这栋房子用最简单的基本的形态 然后形成了现代建筑里面 就是说传达这一种刚架、刚构结构的一种轻巧细致的感觉 我这里放三张这个照片 最早完成的时候旁边的环境是这样 它的对手是那一些带有古典装修的装饰性的高层办公大楼 美国人是在1900年左右 这一种高层办公大楼早就盖很多了 你懂得说?尤其在纽约 所以但是它们的羽味呢 它们还是用哥德斯的羽味 各种新古典的羽味 来装饰在这个钢架上面 然后让它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种古典的感觉 但是MISS这栋房子在盖的时候 它很直接的 很把那个现代钢构的很朴素的一项呈现出来 所以它呈现的是在审美上 它是一种很基本的那一种内在的审美的节奏 然后反映出它的材料 跟它的那一种现代理性的美感 然后跟他们一些古典的建筑做对比 但是问题是这一种高楼里面用钢架做成矩阵形态的规律 这种状态里面其实到最后谁都可以去模仿去学习 所以到最后它的旁边都盖满了这一些跟它很类似的房子 这个照片我是故意选的 你看它挨在它旁边 好像跟它没什么两样 但是我要跟你讲这里有很大的差别 也就是说理性主义谈的事情是回到最根本 譬如说我以前有些朋友大概听我说过的 我们今天看在一起 如果是大家有学员朋友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比较了 也就是说像我这么帅的那个帅哥 然后跟我们也是男人 然后他很多一些男生呢 我们其实都是男生 但是我今天跟他们比我可能是最帅的 这样子 你不要笑 反正要讲的道理很大 就是我今天当下在外观比他们都帅多了 但是我们百年之后 如果我们都站在一起 然后到了不需要到百年 三十年以后 人家把我们翻出来 其实我们都变成白骨 然后那个白骨啊 把我们在外面的肉啊 骨关的比例啊 都溶解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骨头看就看不出谁比较帅了 除非你的骨你的腿断过 然后会显现说有不同的痕迹 那我们其实那个骨头头已经分不出谁比较厉害了 谁比较帅了 这样 那在这种情形 就是理性主义谈的事情就是 那一种外在的差异性 我们要把它跳过 我们要谈它内在的最根本性 所以它的根本性呢 当它在这种所有的大楼的各种装饰表情丰富 其实最终他们都是用钢架做出 按照它的比例的程度做出来 所以在这种状态里面 那个miss的这个房子 可以说它就是在很细致的斟酌这些内在视觉的美感 比如说无以名状的美感 但是它做的就是最基本的框架 然后如果再作为一个哲理 那它的这个建筑物本身是直取内在理性的最核心 但是当它拿到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其实最核心可能是最简单的 它真的也是最简单的 跟所有的办公大楼皮孩它是最简单的 它就直接把那框架就露出来这样子 所以如果以后的人要模仿它 从某个角度来看好像太容易了 如果要做的比它在感官上更舒服 也更容易了 因为人都这样嘛 有一个前人在你前面 然后你在后面做观察 你就会发现它可能有很多的缺点 然后你只要修一下缺点跟它一样出场 然后你就会感觉上就比它优越 因为你把它的缺点都取代了 但是在某一个程度 某一个层面上呢 其实我们就知道它先出场 它先占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的细节修得再完美 那已经是没有历史地位了 你懂我意思啊 因为开创性那一个太空商的第一部 已经被阿姆斯庄踩上去了 除非那段影片真的像他们说的 是在摄影棚拍的 我不相信 我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 因为我当年的作为一个孩童 我也是亲眼的电视看这件事情 你怎么可以让我的历史变成是虚假的 你懂我意思啊 我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 所以它已经被它猜了 你任何其他人上去的月球都没有太多的差异 那个月球的土地已经是阿姆斯庄的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那个原创性的差异就在这里 越理性的事情 后面的人越可以模仿 越可以认识 但是呢 出来的人呢 他永远 就是大家都在地平线的时候 或者是在同一个水平线 第一个人把水平线拉高 其实是一寸 他仍然是一个开创者 就实际上跑百米 差0.01秒那个人都还是很重要的人 因为第一个人跑 然后以后的人都超过这个都不重要了 因为那是你们的事了 因为0.01那个距离是他拉开的 没有他拉到这里 就没有你们谈后面的事情了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在后面建一些房子 他再模仿再做的比较好 那我们都不会去谈论的 也许投资商会去看他 然后使用者会使用他 但是大家都可以使用 那就是使用 但是作为一个艺术的状态 进入历史 不论是艺术史还是建筑史 那他还是只有他进去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我们 我们台湾 其实目前来讲 对建筑的设计 我们现在最缺乏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企图心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 去思考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 每个人都要做这种事情 我们最担心的事情是 所有人都不做这种事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会看到 那个矩阵 我们现在重温 重温这个是有我的策略的 那其实大体上 魅导的这一个矩阵 我当时讲 他的矩阵做得到比miss 还更强的地方是 他把那个结构要求到 更接近非真实的状态 但是呢 他还是一个矩阵的 的格局的状态 很方 很规矩的组合 那但是这样的方式 在石上纯眼的做法上 就不同了 很粗看之下 你会觉得这个棚子 跟魅导座的棚子是很像的 其实他们是同一婆人 你懂得知道 但是 石上也在这个地方里面 显得很珍贵 因为我们常常同一个同温层的人 我们有一个人已经是很粗类巴塞 我们其他的人都会变成他的跟随者 所以常常会超越不了他 但是石上很明显的就是跟那一个细则 他们跟魅导就是一直会形成一种参赐的状态 也就是说 对魅导来讲 这不算 不算是一个挑战 因为他们是同一婆 所以他们等同就是 互相在那边影响的对方 你做到这里 我做得更高 他做得更高 然后我受到这个刺激 我又开始做得更高 然后他们彼此这样互相的冲击 把他们这个门派 可以发挥的领域 做得更广更深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发展的系统 那这个 你会 可能有些朋友第一次看到建筑的时候 会跟我讲说 你不要误弄我 这是芝麻吧 就是吃烧饼哪有不叼芝麻的 就叼了满地的芝麻 这就是它的平面土 就是这个棚子的平面土 这个棚子 它柱子看起来 就是跟魅导这一个比的话 漫无章法 这个是有章法 有规律 然后看得到它的规律性 但是这个完全看不到它的规律性 因为他认为 他其实没讲太多了 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他的医师就是像这个照片一样 虽然他不在里面种树 因为他旁边有很多的樱花树 所以他的医师其实就是 他仿佛在树林里面去工作 有人把树林种成这样子规规矩矩的吗 好像我们的大安森林公园是这样 但是他树林中是自然错落的 当然自然错落你说 那这是算矩阵吗 现在他要告诉你一个事情 就是其实 Degal讲的矩阵是一种概念 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可以在矩阵的点 可以在这里 以这一个位置做开始 然后建立一个矩阵的系统 因为这些都可以自由假设 它的位置跟它的距离 所以相对的 你也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系统 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 矩阵其实没有规定 它做一个理论性的想思考 它没有说这个空间的矩阵只有一组 只有一组是以前在一元价值观的立场 为了方便大家误上沟通 我们就遵从假设它有一种 你同意吗 但事实上在后现代的那个洗礼了以后 我们会告诉你说 其实这个空间可以各自全师不同的矩阵的架构 所以它们可能有很多种架构 会重叠在一起 讲这样听起来好像很深奥 其实现在这一句话 对中年以上的人来讲是可能真的很深奥 但对中年以下的人来讲的话 可能就很简单 因为他们都是看复仇者联盟长大的 如果他们看复仇者联盟看得很投入 他们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平行宇宙 这个事情是漫威发明的 也就在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有平行的宇宙 有两个不同的世界 然后很可能里面的人都相同 但是他们会生长在不同的尾道 那个尾度上 所以尾度不是说在不同的高地差别 在一套系统里面的不同位置 而是他们两套不同位置 当然这个两套位置 之所以让复仇联盟派的那一套不约而乎 然后有那么多事情可以讲 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两套系统套在一起 所以这个时空的人 跟这个时空的人 可以在同时点出现 然后就发生了不同的事情 时尚做的就是这样子 他就是假设你也不要去 真的很认真去寻找这个系统在哪里 他这里想象中的是不同的系统 当不同的系统构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模糊掉他的规律 但是你会说 那他这个是工厂 所以他可以做人家模糊规律吗 但是你不用替他担心 因为时尚做这个案子的时候 回脱的单位早就告诉他 里面有放几组这一个工作的器具 有几组不同的器具 他们需要有什么相关的配备 就像所有的建筑师 都必须要对他们的机能的需求了解的情况一样 所以在这里 当他在分配这些柱子的细密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会有一些地方是蛮宽大的 有一些地方宽 有一些地方很密集 其实这些宽大虽然看起来不是一个矩形 但是呢 其实那个时尚已经把那一些被规定的家具组 都已经放进去了 所以他已经有足够的宽敞 那个家具可能是这样的方整的 但是没有人规定 他相对配合的空间也必须是方整的 所以他只需要有足够的弹性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他就够了 所以在这种状态里面 他作为一个建筑师 他也很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些事情 所以他是在按照这个规矩里面去寻找一个不规矩 然后在那一个结构的系统里面呢 他把这一个世界 如果内导的那个咖啡厅跟那一个码头 是用矩阵 是把那个我们的宇宙上 那个地球上面的这种开阔的空间 里面隐藏的矩阵把它显形化 那他也是在这里显形化 但是他要呈现的这个宇宙里面有着更多元性 更丰富的可能性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他是一个后现代的观点 在暗示着矩阵的那一种 那一种 那一种可能的状态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认真 你就会发现 那魅导的那个案子 做成这样的一个矩阵 不是他一定很容易 因为扭曲有地震 所以他才会开始有一些简历板 简历的板 来抗震 也就是我们上次说过 这个简历板 他会破坏这一些柱子的细的那种矩阵效果 所以魅导加了那个镜面不锈钢 然后让他模糊化这个物件的形体 然后用反射来抵消掉他的形体的存在 然后让那个柱裂的那一种感觉能够被延续 那他怎么办呢 他连那个都没有 他其实有 他更厉害的事情就是 如果举正的 看起来是一个清楚的 清楚的规矩的话 那 某种程度也可以 隐喻成为一种单一价值观 就是单一规矩 支配整体的状态 现在他已经同意 它是好几组平行宇宙结合在一起的 那在这种情形呢 他的这个图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他有两组柱子 你现在这样照片你看不出来的 你到现场才可能感受得出来 第一个柱子呢 那就是说 它是圆柱 就是很多的像魅导那种圆形的 圆形很细的细铁管 然后他有另外一种呢 是长方形的扁铁 所以他不是圆形的断面 他是长方形 长方形的一块金属 所以但是他的宽度也不会太宽 就是不会超过 大概是好像最宽15公分 是10公分左右 应该不到15公分 就是他就是在那个细柱子里面 掺杂的同样的白色 然后他的侧面也是细的 但是这一面是宽的 所以你一个很不注意去看的话 你会分不出他们来 所以他们那一些宽版的钢铁 他们就是扮演着简历强的角色 因为他被碎化了 所以他也是用散字的方式去摆在上面 所以你会可以想见 这一钢的一个结构 用人脑是没办法算的 所以他这一套系统 其实是结构技师 帮他发展了一个新的软体 然后来当他希望这个空间的那个宽跟窄 然后他每一次改设计的时候 改他们的位置的时候 他重新要支配分配他的柱子的密度 跟他那个简历板的分配的状态 那后来好像听说了 技师已经受不了他的变化 变来变去 干脆就告诉他自己怎么去装了 你懂得知道 他自己怎么去算了 就让他算 所以这一套平行系统 我在这三个图上给各位看的就是 第一个 这个就是他最后final出来的平面 感觉好像是满脸麻花 但是其实他真正的奥妙 你到现场应该要看他的天花板 他的天花板上面的那一些钢架 那些钢架 基本上你会发现 他的柱子常常不在这个主钢架的交汇点上 因为这个主钢架应该就算是 其中一个主要的矩阵 然后他的柱子常常会出现 错置在不同的位置 所以他会有一些交错点 你看到的是 他们彼此交错 好像应该在这里吧 结果怎么跑到 跑到旁边的这个系的关系上面去 所以他其实 他就是从这里你可以读到 好像有不同的 的那个 那个系统 就是平行的系统 然后他在这一组应该造成在这里 但是这一组过来的时候 他就召接在这一组的这个教会点上 所以在这一组的教会点 跟这一组来比的时候 他就会错置掉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的柱子常常就会有些微的 跟天花板的框架 为行人错置的状态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差异性 然后这个图也许可以让你看得出来 其实他是怎么把家具放在他这个像树林般的空间组织里面 所以看似混乱 其实是井然有序的一种情形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尚存也很很特殊的情况 那其实现在这个已经盖完了 那他形成的样子是这样 有很多朋友说 那跟莱特的那一个强生拉向工厂 那个办公大楼有什么不同 有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 他所有这上面的这一些放大的 那个这我不会念 炒字头一个弹 就是那种香菇头 那其实他都不是在正圆重心 那个莱特是在正圆 他是在偏心 然后偏心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差距 但是很可惜 他这里都是人工光 按照他原来 我一直记得他原来的提案里面 其实他的树 他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应的外面的树林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那个图书馆的阅览师 等同人在树林里面去阅读 然后他看到外面的真树 然后他在里面假树 假树的话 他应该有一些不规矩 所以他的这一个事情 有些倾斜的交错 来跟他允育在一起 我觉得这情境很好 我一直放在脑里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改变成全部都垂直 就有点僵硬了 这样子 我相信 一东应该不会这样想 是结构是建议他这样会比较方便呢 还是我们台湾的使用者 会告诉他说 那个这样太不正经了 我们好像应该要严肃一点 那这个后面这种元素的 在学院里面的学究 我看太多了 所以我比较相信 后面的那个可能性 那而且在按照过去 他应该是波林 所以这些人在这里读书的时候 其实这个光影投射下来 这个矩阵变成了一个自然的矩阵 不是平行事件的矩阵 是一个泥自然的矩阵 然后他也投说书影下来 跟在外面的书 那个书冠底下阅读 那个书影婆娑 是有点复应的 很可惜到最后 全部都被封起来 变成人工荒 然后就显得僵硬了一些 所以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就发在哪里 那矩阵的案子里面 有很多朋友会知道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个 作为大楼的画 Ronneauvel的这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 他厉害的地方 就像他画的这个图 他真的把他的大楼 变成Degas的矩阵 然后我们就是挂在矩阵的每一个定位点上 然后这个矩阵呢 为什么在这里没有挂到人呢 因为在现实的做法里面 他要呈现矩阵 超越过Mistar这一招 就是他要 他在这个矩阵里面 不是取一个方体 让你感受到他是建筑 然后他多出一个异强 多出这种多出来的 然后看到的是天空 这里看到的是室内 这种事情里面就好像是暗示你 他是这一种 整个自然环境里面的矩阵化的想像性的线条 慢慢凝结 然后变成硬化 这样子一个状态 所以他有一些边围 有一些所以这一个边围 暗示的是人工物跟自然的交汇 然后这一个呢 是人工物占据的自然的空间 所以他会变成有一个很不同的深度 深浅度 然后像我们把那个水放在那个冷冻库里面 让他变成结冰 结冰了以后 我们会看到里面有一些白萌萌的 就是所有的气体被挤压到里面去的情况 就是变成白萌萌的 所以他等同他的透明度有不同层次 这个就是他的硬块的过程里面 有不同的层次 这张照片是很好的 有空拍机 你可以看到他的硬体 他的大楼就在这里 这些都是多余的 溢在沿外的那一种指向的方向 然后他不只是水平 而前面作为门廊 他的扶手 他的围墙也变成的是这样的玻璃 就变成了这样的单独的玻璃块 所以在那个地面上 你会感受到 他好像是真的把那个树林 隐约的切出几个不同的层次 然后透过玻璃的透明性跟物质性 这种这个很矛盾的特质 对不对 他透明让你感受到好像他不存在 他的那个反射性 会让你感受到他真的存在 所以他吃有若无的存在在这个空间里面 而得高尔潭的那个矩阵 就是这样的一个吃有若无的状态 那 那 当然 矩阵 作为办公大楼 我们真的 必须要像他们 矩阵那样的方式吗 所以 那个 香港的威风银行 其实 他做了一个办公大楼 但是 他透过新的构造行为 让他的真正的结构 会变成很像一个船尾 就是一个大的那个力感 然后在一个大的力感上面 就是他每一组空间 就是这个四个单元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组 很像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硝波块那样子 然后预柱成一个方框 然后到现场的时候 就叠叠叠叠叠叠叠 叠成一个大柱子 然后大柱子呢 就用那个Cable 把它吊住 吊住他们的梁 然后梁上面再铺钢炮 来做成他们的楼板 所以这里就会形成一组 这里形成一组 然后这两组合起来 就形成这一个楼板 然后这个楼板 这些楼板中间 他们必须要有个 有个 这个不同楼板 要有一个 那个 所谓的钢索把它吊起来 所以他们这个 是一个人工的那个举重被 然后吊着这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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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揽 就是把这一些楼板的中央 这样把它吊起来 所以每一个楼板 其实 都是 在半空中 里面去组合起来 这样 透过这样的重点 所以他 他并 他这种方式 排除了这种 矩阵的 这个 这个组合的架构 它更 更超越了 那个Gilharus固的 那个时代 的那一种 所谓的空间 所以这个建筑的空间里面 它会变成一个 很 单独的一群 就是这个背架 然后跟这个Cable 然后就把它调了一些楼层 所以整个的房子 你读得到它的表情 就反映跟它的结构系统的变化 就形成了相类似的状态 好 当下 也在用这一个 Cable的系统 我们 之前 有谈过这一个 那个这个案子 其实 前阵子有朋友在问我说 想用这个案子来比较 比较 威延无今天的那个国立竞技场 虽然这个管子 在当年1964的市运位里面 它并不是所谓的主场馆 它不是 因为我们所谓的主场馆 通常都是做田径的 然后开幕 闭幕用的 那个运动体育场 那这个不是 这个是游泳池多用途的比赛场所 所以它并不是开幕用的 但是在1964年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馆等同是 整个场馆里面的代表 那 大家就怀疑 为什么 之前 他做他的自载的时候 仍然带有着这样 日本的古典的建筑的与会 他在做很多的地方上的 那一些市政厅 也用着这样的一个混凝土 模仿幕构造的那个质感 然后为什么到 他就是说 他的现代一直都带着传统走 为什么到了这个六四年这个海域馆 突然全部都变成现代 那我想象中的是 当然那个跟六四年的日本的国力 正在往上有关 然后1960年代谢论的时候 他们提出了 结合工业化的都市改革的 的一个策略 所以 对工业化进入建筑的推崇 那个时期里面是他们 代表着他们对国家力量 要宣扬国家力量 跟自己国家的力量的一种期待 所以在这个六四年盖这个房子的时候 显然他摒弃了所有的传统的做法 但运动场里面的作息是没有办法改变 他还是一个斜拨 但是他巧妙地利用他的大屋顶 用这个悬吊的方式来把它悬吊起来 不论是这个主管的这种双鞋 或这一个违转的鞋面 我相信在当下的脑里 他都是在想象着东方建筑的鞋屋顶 但是如果是用那一个木梁行家跟瓦 那就是像前阵子我们谈到那个 东海大学的那个系统的话 那他就等同是变成 还有很多传统的泥造还在身上 所以他要的是这一种曲面的想象 但是他需要的是代表着日本工业文明的一个展现 这个工业文明会用在这个建筑的构造上 构造用cable 吊锁 然后这个构造用这样的一个悬吊系统的结构 它有一个优点 你看安藤的住籍之藏屋 你就会看到他的混凝土墙变成一个box 所以你在那个房子里面 安藤的住籍之藏屋 让你感受到日本的传统的味道 并不是放在 并不是放在哪里 并不是放在他的那一些构造墙壁上 因为木构造里面的那一些木柱 然后墙之间的脱离形成的那一种 形缩空间的那一种感觉 在安藤的那个住籍之藏屋是没有的 它只有墙面 反而很像西方 它真正的那个东方韵味 是在对光线 然后对家庭的生活跟自然之间的紧密的结合 就是上厕所会淋雨或者是下雪一样 会碰到下雪一样 那就是跟古代一样 跟自然的环境的季节 就是叫转换 会很敏锐地感受得到 它就放在那一边 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认为 安藤仍然放在结构表现的类似性上 所以虽然它用的是Cable 东方的建筑从来没有过 但是这个Cable的交接的结合的西部 是被清楚地阅读得出来的 尤其这个线索在这边拉过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 它们的拉的这一些组合的元素的痕迹 那些西部都很像我们在做木构造的时候的屋顶 屋脊 它们彼此之间的那种那个构造行为的 呈现的状态是类似的 但是我们只能说类似 因为在这个地方里面 它完全是全新的经验 所以这是一个当下 然后当下里面情成的氛围 我套用Lunto的措辞的话 那一个氛围、那个气氛 会让我们联想到古典的木构造 里面的元素之间的组合 所以包括这一个室内空间里面的 这些Cable的线条 然后跟我们在那个大屋顶下面看到的结构 的肉鸣的结构意象 某种程度我不晓得 但是我认为那一个当下 它应该在想这样的一个事情 就是如何跳脱模仿传统 来让你感受到传统 它现在想要跳到更高一点 然后用一个绝对的线带 但是那个绝对的线带里面 它隐藏了传统的模糊印象 所以它现在就是它已经从那个自己的自载 里面的二分之一的东西 东西方 二分之一的东西方 开始变成八分之二的东方跟西方 所以我自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些角度对我来讲都很有趣 虽然不是我拍的 就是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里面去想想 这栋房子根本就是一个大庙 然后里面的屋顶里面的屋架 然后它有它的产生 它有它的纹理 这些纹理是类似的 但是产生这些纹理的元素是现代的 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 会呈现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里面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地方 后面这一些因为我们要分段 然后我开始给各位谈一些 构造会产生很有不同空间的状态 有些朋友去过这个房子 因为对台湾人的朋友来讲 有一段时间大家对这个美术馆都很感兴趣 这个美术馆其实有一个很 它处理这个设计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在那么丰富的 有山有水后面又是一个高山 然后这个山区这个位置过去曾经是开矿 有缆车下来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以一般人在做分析地地来讲 它有太丰富的天然跟人文的元素在这里 所以如果在做设计的时候 他们都会从这一种自然元素 然后人文元素里面去寻找这个造型 但是这个建筑师偏偏在这里 他只画了一个四方块 非常正的四方块 然后就一个盒子就做完这个美术馆了 然后你看到你从那个天空上看过来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爬到这个山上想拍这个角度 但是爬到这里是蛮危险的 就是那上面这些圆圈呢 这个是谁做的设计 是草间泥生吗 就是画圆圈耶 如果你觉得这样兴奋的话 那我也是觉得你很厉害 就是这个跟草间泥生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他建筑师本身他思考这个画家的画作 他认为这个建筑师这个画家本身 因为年轻的时候身体受到伤害 然后变成手足画家 然后他在那个时期里面 他信仰宗教 然后宗教让他觉得有一种好像是在宗教的氛围 如果宗教当作天地的话 宗教让他感受到这个宗教能够这个天地 哀悟所有的这个地球上的万物 然后其实像他那样子 一个已经全身残废的人 他还是得到很好的眷顾 所以他就开始画画 来歌颂着这个天地里面的一些小生物 小环境 然后他们很欣欣向荣的活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所以他们的话 会呈现一种小人物 然后感恩的心态 然后他这样的一个话就感动了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都是小人物 所以在那种情况 就是他鼓励了很多人 觉得他即使我们在卑微 还是可以好好的活着的 他因为手足的伤残的影响 他的话都不多 都小小的 因为他要歌颂着这个世界给他的恩典 所以他画的都是一些小花 小草 然后呈现他的活着 所以他的画呈现的是自然 呈现的是自然里面 卑微的存在的这些一些植物 然后他本身的话又很小 所以这个建筑师就安示着 就是在这个设计里面 他就把这一个基地 当作如果迪嘎尔 把这一个整个的宇宙 当作是一个理性的框架所构成 让他辨识到每一个点的高层跟位置 就是辨识到他们存在的状态 那这个建筑师 他就是把这一个仿佛把这个地球里面 暗示着有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活动的张力 然后存在在这个地球上面 不论你想像这叫做空气 空气细胞 或者是人体细胞 反正这个空间里面就充满了各种小元素 所以他就是在这个平面上 他就是按照需求 他提供了好几种不同的功能 就是他的办公司 他那个办公司的那个厕所 然后储藏师 咖啡厅 演讲厅 然后跟那个展览空间 然后休息空间 然后按照这样不同的机能 他把它当作是人身百态的各种状况 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他用圆 那个圆很像细胞的圆 然后来暗示或者是宇宙的圆 来暗示着他们的大跟小 或者是活动的状态 但是他们没有主虫 所以他这个设计的概念 讲的就是去中心性 所以这个房子里面 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炮 然后就集合在一起 然后这些炮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既然是用圆 所以他的结构不是柱梁式结构 就像这张照片所呈现他建造的时候的状态 他是用钢板 然后在就地做成很像做个汽油桶一样 这些钢板加上了隔热内藏的这一桩材料 大概厚好像大概只有八公分 所以他们因为是钢板 所以他们就变成是一个 用类似墙结构的方式 来支撑着他们 然后因为他没有柔层 所以这一些就很像 很像我们把那个所有的汽油桶 然后绑在一起 然后把它切开 然后就看到很多不同的圆圈 对不对 然后切完了以后 因为你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圆绵不垫的 你紫色的这个世界是很多的 所以你现在的这个建筑物 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个世界的隐喻的一部分 那就很像我们在做手术的切片 做检验体的那个动作一样 那我就采取一个最基本中性的设法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采取一个方块 切出其中一块 放在桌面上 来给你做分析 你懂得说 当我一切开 然后这些细胞都被切开了以后呢 它的平面就会变成这样圆桶 就是你把那些桶子啊 玻璃瓶啊 全部绑在一起 一切就有很多的管口 然后把它们绑在一起以后呢 它们皮尺的结构 就等同是一根 它等同就是一根柱子了 它就撑出那个空间 所以在那种情况里面 它只需要空去这个大的 垮去的天花板的结构就可以 所以它的墙面里面 基本上就是空一个大的圆圈 然后这个圆圈 它参观的时候呢 它需要你从这一个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入口 然后买票应该是在旁边这里 然后买票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从这个地方进去一个过渡的空间 然后进到这里是一个大厅 然后这个大厅以后呢 然后往前进去的时候 这一些都是展示厅 然后它的意思就是 这些圆圈交会在一起 就有一个缺口 所以在去中心化的过程里面 这个展览的行为 它就会变成了一个 可以自由去衍生的 发展的 游走去参观的过程 就是你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有一个顺序 因为有顺序 就是有这样的 从这里开始到那边结束 还记得我们上次讲 那个魅导的那一个罗浮宫 它也就是直接 就给你当面看到所有的朝代 同时性的看到这个朝代 然后它在这里呢 就给你选择性 你有很大的权利 你没有一定要看完这个 再看这个看这个 你可以跑到旁边来 然后就兜回来 然后再回过来 所以反正你随便你走 上迷宫 人生不就是个迷宫吗 你出生的时候 干嘛要练这个学校 你干嘛要选这个行业 你干嘛不去当奥运的国手 你说到了今天 你一直都在那边摸手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的人生 一直都是一条直线 那当然这个是很 就祝福你 但是你也是很单调 很可怜 因为你很少了很多的横向的经验 所以这个就是 他好像在福音的那个画家 暗示着这个人生的各种的可能性 然后让你自由去寻找 然后这个房子 所有的圆筒的中间都有这个交缝 缝隙 有些缝隙少到 根本都不能进去 大部分都 他都也没有准备给你进去 然后他就在墙边这些交会的弧线的底下 我在照片这里没有给各位看到 他就有一些地方呢 他就开了一些小圆洞 那个小圆洞喔 他就给你喔 你有兴趣的话 有时候光线会小圆洞进来 他有光影效果 有时候你会看到 外面这一块无人照顾之地 下面的草 泥巴 他会长出一些小花 小草 仿佛就是那个画家画的那一个事情一样 所以这个空间里面 好像会变成一种叙述的 这个他 建筑师对这个世界的秩序的一种想像 而这种想像 好像也跟那个 那个画家就被纪念 其实画家还没死 就是那个 那个星眼富宏 这个画家的画风的独特性 然后也暗示着这个画家的世界观 所以你会看到 在这些缝隙里面 然后眼看着这一些到不了的地方 然后他们自己在那边 承受露水 然后雨水 然后有阳光 他就活得好好的 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就死了 死了以后 他的种子也在那边 继续在活其他的事情 所以这个房子 不止完成了一个可用的展览空间 然后同时也完成了对 那个画家 独特性的一种论述的状态 而这一种切方块 暗示着这个行为本身的 作为一个自然的现象的 一个切片 一个前影 我觉得好像跟伊东 后来在我们台中做的歌剧院 有点关联 伊东这个歌剧院 曾经有人有批评说 那台座设计的话 在这个环境里面 为什么他就切成一个长方形 然后就算了 然后对基地 所有都没有变化 没有复印 其实这个说法里面 是按照教科书说的 按照教科书说 当然有各种不同的状态 他基地里面 可以做互相借力死力的情况 但是你要注意 所以莱特在谈有基建筑的时候 当他进到市区 他的房子全部都是方整的 他的房子绝对没有像我们看到 那种弧形啊 各种形状的变化 原因是所谓的有基 在他的想法 那就是跟环境融合在一起 所以当你进城的时候 那个城已经被规划成 那个方格纸杖的结果 它已经被驯化 然后旁边也同质性的房子 都长起来 所以它也形成了一种 环境的独特性 就很像那个环境里面 都只种草一样 那现在这一些独特性 它们的规律都是方整 如果你在那个区域里面 像那个Fangari 在那个加州 然后做那一个迪士尼音乐厅 然后自己在那边招之 那这是一种方式 但是莱特谈有基的时候 它应该要跟环境融合 所以环境已经被顺化 变成一种规律性 你在那边做一个不规律的事情的话 你就变成异化 所以其实有基 如果你僵化的去理解它 它就是会变成很不规矩的形状 但是有基 如果你要很 很观念性的去理解它 它就是要跟旁边的环境融合 所以在那种情况 如果是这样子 一些豪宅的周遭 它还不如也就是一个房子的形态 所以它就放了一个方块在这里 我说为什么说它影响 因为前面的洪沟真 他独立出来做建筑师的时候 是他长期的工作人员 他的主任设计师 然后那个案子 富宏美术馆在彼图的时候 易东是评审主席 如果是在台湾 易东早就被关了 你懂我意思吗 但是这个事情里面 我们只能谈大家就是品工处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也帮忙找出一个很棒的案子出来 所以在2002年开始 易东好像 或者是好像很构深的那个概念 也许就是他还没独立之前 也是在事务所里面 跟易东一起讨论 讨论过的事情 所以2002年的时候 易东已经做了好几个pavilion 都试图在一个 在一个自然环境里面 以一个举行方体 然后来透过方体本身的全师 碎化 来暗示着跟周焦环境 寻求一种对话的状态 所以好东西也算是 易东的一种策略 当然易东在 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 这个房子是我觉得易东做的设计里面 最漂亮的一栋 但是这栋房子是给 往生的人用 不是给活人用 但是我已经去过这里四次了 我很喜欢 因为日本人的规矩 人往生 他们必须要在两天之内火化 然后他们要做的法事 都是对着骨灰做的 所以在那种状态 他们每一个地区政府都有设立 这一个火葬场 这个火葬场是市营的 所以它地方政府已经建造的 所以你会不会很羡慕 他们日本的地方政府 还可以找到建筑 这么伟大的建筑师 来做这栋房子 然后这个火葬场 还做得这么漂亮 这个火葬场基本上 最易东在这里用的结构 是混云土薄壳的结构 混云土发展已经超过100年 其实在20世纪初 混云土公司曾经在一家 一个展览会上 我今天没有放了一个照片 他已经做了一个展场上面 他用混云土呈现了非常豪迈的曲线 翻卷在天空上 就是证明混云土本身 有一种能力超越过钢 能够做到的自由形塑的形态 当然这种自由形塑的形态 在现代建筑盛情的时期的时候 是排挤它的 因为这样的很帅气的自由曲线的变化 感觉是不理性的 现代建筑当时要排挤新古典主义的非理性 就是把建筑变成艺术化 然后把它违心化 这样的事情当作是建筑的大敌的时候 混云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帅气的表现 它反而变成是一个不理性 所以他们不敢用 所以混云土的这种所谓的形塑理性 形塑感性的力量 肌肤被压抑了一百年 我写的易东的文章 我曾经这样形容它 所以它被压抑了 它反而在什么地方常常会被使用 就像我们台湾这种不入流的地方 在那一个西头 或者是以前的森林游乐区 我们就利用它的可塑性 做成那个什么树木 树干型的垃圾桶 这样一种 所以我们就滥用它的可塑性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多的朋友 就觉得它的可塑性根本就是可耻 你知道吗 我们完全忘掉 混云土是柔软的 你知道吗 混云土它一开始是粉末 加水变成一体 然后一体它可以变成 倒在灌磨里面 什么磨都可以变成倒 干了它变石头 所以它是有这个能耐 铸铁做不到这个事情 X形钢做不了这个事情 所以它只有混云土做得出来 所以一东在2000年完成了它的 那一个先台多媒体 那个图书馆 然后它那个时期里面 它不晓得什么原因 可能是因为那个馆要求 它谈论的事情说 如何表达未来自信 变成那一种 那一种资讯化了以后 那这个图书馆会变成怎样 其实那个题目 在那个馆里面没有得到解答 因为那一个时代大家都不知道 当那一个图书馆的书资料都可以透过讯息传达到终端期 我们根本不需要实体书 那图书馆还存在吗 或者图书馆只需要变成是一个大的电脑主机 你懂得知道 就是那建筑师就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要你一想都知道它变成一个主机 然后你要问我做一个建筑 所以那个案子里面它做了一些动作 那但是算是还蛮有趣的 但是对他来讲 他应该觉得他解答不了这个事情 但是他提到一个事情很有趣 就是他发现他跟电脑沟通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经验 当你沉醉在电脑里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可以在电脑里面 跟非常遥远的人沟通 像今天我们不是都跟那个视讯交流吗 然后你跟很深很遥远的 你可以去那个很遥远的图书馆 然后在那一边虚拟去参观 所以你好像根本 当你有那个电脑的时候 透过那个自信的流动 你根本就光掉了现实社会 听起来很千利休 你懂得知道 你好像是只要对着一个notebook 你都可以忘掉整个世界 然后有一个更美满的世界 然后他就觉得说 好像在这种瞬间 他突然觉得自己的身体 好像从那个物体上面消失 然后变成一个柔软的状态 然后柔软的状态 就被电脑吸进去 听起来好像那一个神灯的 那个一样 摸摸三四的时候 然后那个嘴壶就跑出一个 那个法式出来 就是好像是那样很柔软的状态 所以他就觉得 从那样的说法 是不是给他很大的感动感激 就是对他的启发 然后接下来 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混云土的流动性 然后所以这个案子 比我们的那个 那个各自院还更早 看起来 还比我们各自院简单 各自院是最高 最高复杂度的一个状态 因为他拒绝做假 所以他整个的空间 都是他的曲线里面去发展出来的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他那个时候说 他就是觉得 好像以前的建筑 在多媒体 他是用钢 钢丝勾造 所以好像我可以把这一组东西 然后送到别的地方 再重组 好像也可以做出一个事情出来 建筑好像没有办法 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状态 他这样讲 好像后来就讲对了 因为我们高雄就出了半套 他的那个多媒体 那个建筑的状态出来 所以他想说 是不是有一种方式的建筑是无可取代 就是无法复制这样的情况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 所有的人都不是按照配方锁螺丝 而是他要用他的智慧去参与 比如说这样的弧度 他必须要做他的钢筋的曲线的 那个白金 他们那个白金的人 他必须要发挥他的创意 听着还好 让他重围到拉斯金 讲人 他跟他的工作的关系 所以那个时期里面 他就用混淫土 然后强调混淫土的可塑性 来做这个事 那我觉得这个案子 他最棒的地方在哪里 最棒的地方就是他坐在火葬场 其实他火葬场上面的空间 是这样的一个平摆的空间 然后这一个柱子冒上来衍生 变成那个曲线 这一些柱子 应该就是我们社科院的柱子的前身 但是这些柱子呢 他跟社科院不同 他跟前面那边上屋顶的面皮是连在一起的 他的排水沟是直接都落在下面 所以没有排在下面来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仿佛地向长出一些东西 然后就扩张圆绵 然后就连成一个大体 大的那个量体 然后他们就高低起伏 高低起伏 然后反映内部的空间的变化 所需要的环境 那这一些起伏起来的时候呢 他刚好在一个扫丘上 所以他其实这起伏看起来 好像是个小球 但是他跟这一个支撑的柱子连在一起的时候呢 又好像是树长大 然后树冠延满 然后又很像是 他的导影看到的 好像是一片云 火化了以后 人就变成一片云 你懂得懂 然后在山的旁下面有一个山栏 是一片云 然后那个树 山上面的是真实的树 他这一个是人工的树 的树冠的状态 人死了僵化 所以活着的树是自由 然后人死的树是僵化 所以这一些都是我在讲的 他都没在讲的 但是我希望你相信我讲的那个感觉 就是是不是这样设计不重要 他应该有某种感觉 碰触这些事情 所以当我们在看到现场 我们感觉到他好像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是一楼青烟 是一片云 是一个山 当修灵起伏 是一棵树 延绵起来的树荫 反正这些都是跟人死入土 然后还原到自然 好像都有某种可联想的状态 所以这个案子里面我觉得 他肯定的就是不是很理性 这个感性非常常烈 然后他的结构本身也超越了柱梁跟沉重墙 然后是让他形成了一种过去没有过的那一种空间经验 所以你在入口你可以看到是这样子 然后那个平面其实很简单 这个平面很简单 他的入口在这里 所以你大体进来的时候 他会送客人来的时候 入口在这里 搞错了 入口在这里 然后进来了以后 那个大体会从这两个地方穿到 从这里进去 然后在这个进去了以后 在这里做礼拜 这两个圈圈 这两个房间里面做礼拜 然后管理人员很少 他们在这里 然后这一个做礼拜 他们的日本的那个做礼拜的仪式 是不准点蜡烛不点香 然后都没有 所以他们是很安静很理性的 在这里做完礼拜了以后 推进来这里是个大厅 这个大厅就是这里 就是推进来就是这个是门厅 然后这一个照片里面就是这个大厅 他们会在就是这一个地方进来 从这个地方 这两间房间就是做礼拜 做告别师的 然后做完了告别师以后 他们推出来了以后呢 在这个大厅前面这一些密集的开口 这开口就是火化炉 就是火 这些密集的就是火炉 所以他们上面那张照片就是从这里出来 然后呢就进入这个火化炉 火化炉的机器是在它上面 然后烟是从旁边水瓶打出去 所以没有垂直的烟 他们我们问过他们那个那个管方的人 他说他们的烟就是在里面室内用水瓶向的发展 然后让他的烟排到屋外之前 就已经慢慢被沉淀沉淀沉淀 所以他们就出去的烟很少 所以他们在这里做完火化了以后呢 他们再送回来 然后就送回来这个 从这个地方进来 就是他们那个推车推到这里来 推到这里来的时候 家属就在这里剪 剪那个骨灰 就是做礼拜 然后从这里再重新出去 所以就从这里进 然后再从这里出 然后那个大体进去了以后呢 那个家属就到旁边 这里是湖 就是把这个湖 然后大家属就坐在这个河寺的阳寺的房间里面去休息 就是在这一边的房间 然后就看着湖 就是在后面这些房间 看到湖 里面去调节他的心情 通常是在40分钟左右到一个小时不到这样的时间 然后他们就马上就送了大体就拿回家去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房子在这个空间里面既能单纯 然后他的空间是非常柔软 所以他的长面 在大厅进来的时候 那个墙面都故意做成圆角 然后让他复印了整体的环境里面的那种柔软的曲线 到那个屋顶上面这一些柔软的曲线 这样 那这一个马鞍 我们可以在台湾的马鞍行 可以在台湾的高雄的那个体育馆上看到 这个我想我这顺便提一下 像这个陈仁和建筑师做的在前阵子 我们和他那个粗犷主义的时候很受很受瞩目的案例 就是这个建筑师本身做了一个这种曲线的走道 其实这个曲线的走道是深入到他的室内 变成他的阶梯教师的状态 这样这个曲线的产生众缩纷 我经验到的是我以前的老师告诉我 陈仁和跟他说 这个是以前小朋友上学的时候 他会翻山越岭 然后到市区来上课 所以他的那个走道就是翻山越岭的意思 但是其实你看他的使用的状态 他整个地板 他不是翻山越岭 不是只有走道 而是他整个楼板都跟着上下起伏 所以在室内的时候 他说这一条斜线就是一个小型阶梯教师 因为小朋友的那个时候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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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青少年的时候 所以他的差距不太大 他其实是一个机能性的动作 那所以另外在访问他们的创办人的那个那个那个后代的时候呢 他们又说他们父亲喜欢波浪 所以他们就说这是波浪 所以就是不知道耶稣说的对还是建筑师所听到的是对 还是怎样 反正到最后这个房子就是变成那样的一个曲线 所以这个房子的楼板 他不是一个像我们这个房子一片楼板 一片楼板的话我们只要一个大梁 然后隔的跨去大一点再撑一根柱子 那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曲线的话 你那个梁如果那个距离太大 那那个梁要这样弯曲 其实是很辛苦的 所以这个建筑师其实他做这个案子 他能够让他的那个阳台的 他的地板可以变成这样的起伏 其实他就是用了一个很特殊的动作 他故意把所有的梁都变成小梁 这一些不是只有阳台有的 这一些应该都是伸到 伸到里面去 所以他就形成用睡很小距离很小距离的柱子 然后拼拼拼拼拼 然后让那个楼板覆盖的跨越的面积很短 所以他就是很自由的变成了 就很像我们一般做那个纸皮板那样子 我们要把他的纸皮板变成弯曲了 我们就是轻轻的切割一条缝隙 然后让他慢慢少段少段的折起来 所以他就会变成了一个波浪的形态 所以这样的一个建筑的形式 如果你觉得他产生的建筑的空间的感觉 是非常有意义 有趣 那就是因为他来自于他的构造的改变 才做出来的 那这个是顺便看 上一次我们说那个 那个异东中泰 他曾经做过这个足地本院寺 他用了很多的不同的 那个时代不同地区的古典元素 来凑成的一个寺庙 那我个人是觉得 那个成人河的这一个佛教院 他其实也是一样 你远看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这个左右塔 然后高塔 这仿佛就是天主塔 那其实他的屋身上面呢 这个水泥打方框 然后屋顶顶上的那个阶梯状的收头 那仿佛就是 你看过日本的那个 那个国卫议事厅的那个 那个旧大楼吗 他的房子上面就是一个圆顶 但是他的圆顶 他不是用文艺复兴式的圆顶 他用的是那种 埃及之前 好像两河流域早期的金字塔的形态 那就是说阶梯式金字塔的一项 来坐在他的屋顶上 所以他这个金字阶梯式金字塔 取代了文艺复兴的圆顶 但是扮演了圆顶的那个意象 那这些是我看日本人用过 那在这里我也看到那个成人河在使用这样的模式 那这一个里面的室内呢 这个空间它根本就是 那个我们在日本实习看到的那种大会堂的那一种 或者电影院它会有的一种结构跟修饰的状况 所以成人河在这个宗教的空间里面 其实他做了一种示范 这个示范可能可惜没有被很严肃的看待 跟讨论或者是演进 就是他呈现了一种开放性的方式 来面对的宗教的那一个议题 因为宗教任何所有的宗教 我们现在回顾他们的过去的历史 都发现他们没有留下说 他们的庙宇该怎么造 如果是基督教 基督教一开始就是说 他根本不需要殿堂 也不需要偶像 他也不需要遗失 他只需要大家坐在一起 在那个书底下 然后交换正道的经验 然后也无所谓的教王 然后教宗这种所谓的领导人 因为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所以但是 后来他们慢慢就变成了这么有制度的一种状态 然后也形成了所谓的教堂格局 所以这些都是后面的人加上来的 所以如果宗教是一种很独特的品质 quality 那它应该有很多种可能性去呈现 如果这个事情 其实中国人已经做了一个示范了 如果是印度时期只盖佛塔 那东南亚很明显的依循着它的佛塔 然后再造 但是中国就是把它的佛塔 硬转换成中国的传统木构 然后甚至寺庙的架构也转换成淵弱的形态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里面 中国本土的寺庙在古老 都跟喇嘛寺 就是西藏的喇嘛寺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他们就有变化 这种变化就是 以我个人这样的一个进步论者的角度来看 我会欣赏这种变化 虽然我不一定欣赏中国的古典建筑的形态 但是这一种变化的心态 就是重新挑戳 一个既有的那个形思 然后试图从自己的本位去寻找那样的一个议题的内涵 我觉得这个事情 中国的寺庙做了一个示范 那这个示范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学中国的寺庙 而是我们要学这个精神 然后我们该怎么变 其实你现在到日本去 你会发现很多日本的现代寺庙 它已经不是日本的古典的寺庙那个样子了 钢的金属的玻璃的水泥 什么都有了 行尸什么都有了 你懂我一下 所以他们很自由 就跟西方的天主堂 在现代主义之后 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 再也没有说一定要做成歌德式的样子 然后也没有歌德式的形式 然后他们有他们各自的形式 然后是因为追求的是一个抽象的品质 那个叫神圣这样子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作为一个反省 从历史里面去思考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后面这个案子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那个魏武营的音乐厅 我很难 我竟然找不到专业的平面图 所以这个平面图其实是 是那个 这个平面图是那个示意图 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 真正需要知道这种房子的平面 是在里面这个空间 就是在三个厅之间 我们在那一边喝到咖啡 在哪一边看到一个光景 然后从哪里走一个长长的隧道 看到他们展览 他们的这一些建造过程的 的那个 那个 那个 记录 那这一些我们在那边走过的一个 很丰富的空间变化 其实我找不到一个专业的平面图 来看到这一层 我反而看到这一个 所以 其实这个是非常庞大的房子 它连结了三个厅 所以这个房子 以过去的结构来看 它完全没有办法去建立 因为用住良知的结构 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自由的状态 所以这个房子 我在这里给各位看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 这种房子相对的在观念上 而不是在 不是在视作上 视作上困难的不得了 因为他们的自由曲线 你要抓得很 它的变化不是只有二向度 而是三向度的变化 所以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不过还好有电脑 但是它的概念呢 这其实就是做个铁笼子 所以 这个铁 是在 这个铁是在 示意他们的建造的时候的状态 这个位置在哪里 这个位置就是 这一个角落 这个角落 跟这个角落 这个角落 应该就是在这一边 这个角落 所以 其实它里面到今天 都还是这样的干架 然后在下面的一个 网格 整个的网格 那 这个案子 要说明这个案子 我想 我用后面的 那个案子 比较多的资料 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事情 这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案子 因为最后的案子 比较接近最现代的 构造的形态 这个房子已经不是很新了 这个是2013 我没想到它有那么早期的 就是 这个是 在阿塞拜南 阿塞拜南 离我们好远的地方 这个是苏联以前的 苏联的 那个 那个 同盟国 后来散开 独立 是在 今天我们称这个地区 应该叫做东亚 就是中国跟 俄罗斯中间吧 应该是在 那个叫阿塞拜南 他们在这个地方 里面 做这个 这个是个音乐厅 也跟我们的那个 魏武云的类似 他整个形式 就很像一块布曼 然后当然布曼很难 不一定能够折成这样 有好复杂的 的那个 皱折跟形体 我们曾经有些 建筑系的 花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学生 都在给我们看布曼 然后如果布曼 哇 你看这个 这空间很漂亮 怎样怎样 但是呢到最后呢 我们都发现 这一些用布曼 折来折去的 学生的作品 里面没有空间 然后呢 也不知道该如何 构筑起来 所以到最后 就变成了一种 装置艺术 或者是一个 艺术的状态 但是这个布曼 又不能够平保留 永久 所以他们也就变成 闲花一线 就是这样子 闲花一线 你大概也因为布曼 产生的很多都是 自由行体 或是即兴的行事 所以有时候很多学生 也就在那边 昏水摸鱼了 我说这个事情 是有点不礼貌 但是我真的有感觉是这样 但是 你现在看到这个 他真的把这个布曼做出来 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想到这件事情 是因为跟回教有关吗 是因为想到回教图穿的 或者是在那个地区里面的 那个袍子的那个状态有关吗 那这种 我之所以这样想 这个照片就更很明显 好像可以感受到这一种 那个袍子的 那种翻卷 翻滚的状态 然后这个构图是非常漂亮的 从各种角度来看 它本身就是一个音乐厅 这个音乐厅这个屏面我也搞了很久才能看懂 其实它的入口是在这里 它的入口就是在这里 从这里进去 然后有一个楼梯上去二楼 所以下面这个大厅 它的音乐厅的部分是到后面 后面的 后面的 后面这个 后面这个部分里面好像 后面这个铁材是那个音乐厅的那个座席 所以他们必须要走到很后面里面去 进去那个座席 然后这个楼梯 他们从这里进来 然后进来以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楼梯 走上去楼上 可以这样走 然后这个空间里面就有 这里底层 它上面跟这里有个高叉 所以有坡度 然后这里也有楼梯翻上去 所以他们进来的时候 这一坨 就是前面 前面这里有一个沉下来的形状 沉下来的形状 有没有 就是他沉下来的形状 他们从这个转角 然后这个楼梯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斜坡 然后就从这边上到二楼去 就是这是个楼梯的异象 这样很柔软 这个案子里面就是顺硬的那个布曼的那个 那个奏折 然后它还形成一个非常柔软的空间的形态 这种是我们在矩阵时期里面 就是怎么看都看不到的空间的形态 这个 稍微是山洞吗 山洞也没有那么柔 它应该很硬 所以它到处里面 你看这些沙哈的空间 这个就是上去 他们要上去那个音乐厅的座席 这个是下面的柜台 所以其实很多的音乐厅都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可以从大厅上去楼上 所以沙哈的设计里面 通常都是为倾斜的 为倾斜的 为弯曲的 为柔软的 幻折的 像这一个的弯折 就是很惊人的一个弯折 从外面卷进来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楼梯的那个形状 就是很惊人的那种动态 所以这个是在空间里面 如果你有机会进去那个空间 你完全就是脱离你平常 对那种想象中很理性的空间的想象 这是他的表演 那个音乐厅的场所这样 然后其实这个案子里面 柔板的部分还是用混凝土 然后来支撑 外面的柔软的部分 其实就是用像我们那个 那个魏武营一样 透过那个网络的 好像一张网一样 但是这张网 其实 它非常厚 非常厚实 然后就是 它反复的覆盖在 它的 那个建筑的空间上 然后就像那个 披个布曼一样 它真的很像一个布曼那样子 然后挂在它的那个那个上头 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曲线 就是先后 这个世界到现代进入到 从现代进入到后现代以后 我们开始重新体会到说 新古典主义的时期里面 过度常叫感性 然后这个感性又参加了一个 所谓的权力的那一种浮夸在上面 所以让那个感性变成好像一种有毒素的状态一样 但是后现代让我们重新感觉到说 原来那个理性 绝对的理性是需要的 但是那个理性没有必要那么干燥 其实我们人就是人之初性本贱 所以人其实是需要一点温柔 所以在那个理性的真实 我们该怎么样去掌握 理性里面的可能有的 或者是必须有的感性的温柔 我这样突然想到我们 我跟王晋雄老师曾经在 十年前 接近十年前 在南洋博物馆办过一次 就是南洋地区建筑维固展 那我们那时候取那个展览的名称叫做浪漫的真实 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 这个南洋地区在1985开始 受到这个相集团的 这个浸水公园的设计过程的影响 让我们重新在建筑领域里面感受到 其实理性不是建筑的绝对 而理性本身它必须还要产生 适度的感性 也许后现代的怀旧的感性太过头了 所以其实感性不必然一定要透过怀旧才能产生 因为任何人都 任何时代都有它的感性 所以我们就 它就重新在定义那个相集团的清水公园 对南洋地区甚至对台湾的一个启发 那就是说它重新把感性带进去我们真实的生活 就是或者是反而来讲 就是它重新凸显我们真实生活里面所有的 或者是所必须有的感性 那当然感性这样写太不够标题 所以我们叫做浪漫 所以就是现代主义给我们是一个理性的真实 那我们觉得说在南洋经验里面 我们得到一个浪漫的真实的启发 所以其实这个时代里面 Zaha的作品对我来讲 其实它呈现了一种还没有被建构成论述 或者是历史论述性角色的 洗掉 它的作品虽然到今天仍然还没有 还没有建立出一种所谓的历史性的论述的那种分量 但其实它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感觉 或者是已经开脱我们想到那个视野 你懂得知道 它不是个历史家 所以它是创作出了这种可能性出来了 所以它要等着历史家去把它重整起来 就是跟过去的现代主义在时间发展的段落上 那后面应该有些什么事情要被提出来 或者是被称谓出来 那我就今天我用这个事情出来给各位看 那大家今天的结论 其实我觉得结论是很危险的 就是其实这个结论是很古典的 那就是形式就是它的内容 就是我们想象中常常在一个世俗的论述上 都说形式是一种独立存在的状态 是脱离真实的脱离内涵的 就是我们已经上当太多了 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从希腊的爱里多德的时代来看 他们都告诉我们 就是你有 那个外在的形式就是呈现那个本质的内涵 那个真实 我想到一个方式来说明这么难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们就按照一般人常常的 我们用水清澈透明的水 没有杂质 所以那个水的透明性等同空气一样的话 用它来形容空气或者是形容空间 那你会发现它的形式会出现在哪里呢 就是假如我们的天气有一个时刻能够到达 当然这个时刻到来大家都会觉得说 如果真的到来我会被骂死 那就是说在一瞬间 然后就突然就冷却所有事情 也就是说那个水 在前一颗里面还在被风吹 然后它的水面产生了涟漪 那就是它的水形成了形状 然后但是一瞬间它被冷冰冻起来 然后它就变成永恒固定下来 然后那个表层就是它的形式 然后其实那个形式的产生 我们知道它的前身前一颗亥是水 所以其实形就是那个形跟那个内容 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有这样的形就有这样的内容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在那种状态就是有那个内容就有这样的形状 所以如果一个真实的状态里面 形式用来沟通传达内容最重要的一个元素 所以你刚刚看阿塞拜兰那个房子 也许 拉哈脑里面想的 是音乐的那一种飘移流动的感觉 也许拉哈想象的是 那个民族里面的独特的 这一种外袍子的意象 然后或者是拉哈想象中 在这一个 这个世界里面 空气、空间本身就应该是没有 不是变成四方三安城中熟 它们想象中切成一个尸体的一样 它想象的就是 它本身就是存在着各种可能的柔软 那 那个房子本身 就是如果以现代建筑的行随机能的话 那它就是行随机能的房子 它就是现代建筑 你了解我意思吗 当然它不是现代建筑 它应该有一种更新的论述 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这是我的想象 当然我不知道谁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设定 那我们再等着看吧 好OK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那个时间 这个事物坏掉了 现在是五点还是六点 五点还是六点 啊 听不到 五点 OK 好 感觉这样又超时了 这是不是故意的 是我的体力越来越差了 搞不好下个礼拜会变成五个小时 十个小时也说不定 讲话越来越慢了 思考越来越迟钝了 OK 谢谢各位 下课 看到天外面 天越来越暗了 刚好 怎么给你 我看到天内 什么 都不算是 你 哪里 哪里 你 哪里 哪里 都不算是